霸天武魂,第861章,逆转乾坤 作者,千里牧尘 去吧,九鼎幻境的力量,守护住圣巢最后的尊严 双剑齐出,残余九鼎幻境的力量,瞬间就被扔了出去 同一时间,灵霄将自己的灵魂印记,标注在了残存的圣巢舞者身上 不管过去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都是战友 只要拥有他的灵魂印记,就不会被九鼎幻境的力量攻击 这也是他为什么赶不顾一切的释放攻击的原因 轰隆 一声超越了雷霆轰鸣的巨响炸裂开来 整个大的都裂开了,天空中风云涌动,各种幻想不断浮现 继而传来的,就是一声声的惨叫 原本正站进了优势的海族一方 此时却一个个在这疯狂的攻击之中死去 阴阳魔王和电光魔王司空尊也都受了重伤 仓皇之间,他们虽然撑开了防御 可依然无法完全挡住这股伤害 裹挟着部分残党,他们仓皇逃走 臭小子 你给我们等着 远去的逃兵口中,传来的是愤怒的吼声 阴阳魔王 电光魔王 你们两个听好了 瘟疫魔王和恶兽魔王都是小爷我杀的 你们最好洗干净脖子等着 我一定会去去你们的人头的 灵霄没敢追 因为即便是重伤的阴阳镜高手,也能轻易将他杀死 那两人之所以逃跑,可不是因为他 而是因为,这里还有太上圣地 一旦继续下去,他们两个可能一个也逃不掉了 酝酿了上万年的计划 结果却一招落空 关键破坏掉他们 这个计划的,还不是什么大人物 仅仅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天脉武者 这简直能把阴阳魔王和电光魔王给活活气死 他们曾经距离成功是那么的近 就差一点 差一点点啊 如今,却是完全竹篮打水一场空 前功尽弃了 轰铃声退去 敌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残存的圣巢武者们 坐在地上苟延残喘 脸上无不透着悲伤之色 虽然战斗结束了 可是死的人真得太多了 圣城数千万人 居然在短短的几个时辰时间里 死伤殆尽 就剩下这几百个人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手 为什么 突然 人群之中 一名舞者冲着灵霄怒吼了起来 啪 他喊出这一声的同时 就被人抽了一巴掌 人要学会知恩图报 而不是埋怨 天选之子没有出手的理由 可他还是出手了 这就足够了 否则咱们这些人都得死 灵霄淡然地看着这一幕 并没有说话 说真的 他也想早点出手来着 只可惜一开始并未发现 不然也不会死这么多人了 尤其是那些平民百姓 死伤实在太多了 对不起 我只是太激动了 埋怨灵霄的舞者 也不必太过责难 人都是有感情的 数千万活生生的人 昨天还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今天却已经阴阳两格 这难免会让人情绪激动 罢了 太上圣地 您老 还得赶快拿主意啊 这些人逃回去之后 虽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养伤 但是碧眼族对圣朝的攻击 是不会停的 如果我预料没错的话 边境上只怕已经战火连绵了 林霄并非一个心胸狭隘之人 有仇必报是他的性格 但有些事 他还是看得很开的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此时位于边境的白云省 已经是一片战火连绵 幸亏岳华宗和神剑门 并没有什么损失 再加上吴祥和岳女先后返回宗门 已经将那里的海族 重新逼退 整个圣朝 最安全的 反而只剩下北汉国和天理国 其余的地方 大多都已经沦陷 北汉国自不必说 那里有岳华宗和神剑门 再加上岳女坐镇 什么敌人都不拒得 天理国并非圣朝的蜀国 这是最近成立的一个国家 是由天理盟的人成立的 当初林霄还在天丰城的时候 就听说过这个天理盟了 只是一直没有见过 他们趁乱崛起 成立天理国 打着的旗号是消灭腐朽墮落的圣朝 捍卫人类的大好河山 天理盟最初是 忍族和碧眼族资助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们似乎并没有打算跟外族为敌 而是将圣朝当成了首要敌人 全部退往北汉国吧 林霄知道的事情 太上圣地自然也知道 同一时间 发生在圣城的事 其实在圣朝各地都有发生 不过成都不同罢了 毕竟对方的阴阳镜高手 就只有阴阳魔王和电光魔王 洞天镜高手都跟着来圣城了 这一次还被林霄用九鼎幻井 直接杀了三个 就剩下四个而已 所以 其余地方最强的舞者 其实都是天人镜舞者 只不过天人镜也有十重 这之间实力相差还是很大的 而圣朝这一次舞蹈祭 把高手基本都聚集到圣城了 以至于其余地方空虚 唯独北汉国靠着吴祥早一步返回 才没有丢掉 天理国的高手也没有来圣城 具体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 他们到底是人类的希望 还是海族的走狗 得以后慢慢才能了解 所以 北汉国是圣朝退居的最佳之地 不管怎么说 北汉国也属于圣朝蜀国 不至于像天理国那么危险 商量停荡之后 圣朝皇室的人 跟随太上圣地前往北汉国 其余宗门的人则返回各自宗门 这个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宗门的情况 所以 肯定是要回去了 前辈 请留步 等其他人都离开之后 灵霄追上了灵药山庄的人 可怜灵药山庄来的时候 也有数百人 结果回去的时候 却只剩下几十个人 灵药山庄庄主 对灵霄有恩 代药灵 又是代雨灵的妹妹 灵霄觉得自己有理由 护送他们一城 略尽棉薄之力 别看他现在修为 降低到了天脉舞者阶段 可是掌握了山河武魂的 使用方法之后 他的战斗力 却并没有太多降低 以现在的修为 击败出入天人境的舞者 也是绝对做得到的 灵霄哥哥 代药灵现在看灵霄 就像是在看神一般 满眼都是崇拜 前辈 请容我护送你们 前往灵药山庄吧 这一路上 只怕不安全 灵霄冲代药灵笑了笑 然后拱手 对灵药山庄庄主说道 劳烦你了 灵药山庄庄主 代灵荣苦笑着说道 他的伤势很严重 或许坚持不到灵药山庄 有灵霄在 总好过没有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62章 击杀追兵 灵药山庄庄主戴灵荣 两个女儿都是跟着他性的 据说他的丈夫 在他怀孕的时候 对他使乱中气 跟着别的女人跑了 这戴灵荣一个人 能够将灵药山庄扛起来 也算是不容易了 他并未反对灵霄的好意 只是面有忧色 估计是担心灵药山庄的情况吧 灵药山庄 也有自己的飞行法宝 那是一只巨大的飞鸟 在戴灵荣吹响哨音之后 那鸟便破空飞来 载着众人前往灵药山庄 飞在半空中 灵霄一边修炼 一边开启世界之眼 关注地面上的情况 这一路上 真得是战火连绵 几乎所有的地方 都有杀戮和抢掠 此时就看出了个人力量的薄弱了 除非你强大到毁天灭地的程度 否则的话 还真得是无法帮到所有的人 前辈 那是不是你们灵药山庄的人 靠近灵药山庄的地界 灵霄的世界之眼 发现百里之外 有一对人马正在奔逃 身上穿着的 很像是灵药山庄的衣物 下去看看 戴灵荣心中惊讶 灵霄的目力如此恐怖 他都没看到 对方已经看到了 只是灵霄的话 他一点都不怀疑 在武道记上 灵霄说 要做什么事 都基本上做到了 从未实言 庄主 少庄主 地面上逃命的一行人 看到戴灵荣和戴耀灵 原本恐慌的脸上 露出了惊喜之色 他们真得是都快要绝望了 毕竟他们这一行人之中 实力最强的 也不过就是一个 一线天境界的内门长老 而跟在后面的敌人 则有四名天人静高手 而且每一个修为 都比这个内门长老厉害 就剩下你们这些人了吗 戴灵荣脸上露出了 悲怆的表情 虽然也曾经想过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悲剧 但真正见到的时候 还是难以释怀 是啊庄主 我们一路冲杀 逃出来的 就只有这百十号人 那内门长老说完这话 竟一口鲜血喷在地上 当场死亡了 辛苦你了 戴灵荣将这位长老的眼睛 缓缓合上 这才发现 这位长老 其实已经身负重伤 之所以没死 完全是吊着一口气 要将剩下的人 全部带出来 灵霄贤 麻烦你带着药灵 他们先走 去月华宗马 或许整个天龙大陆 也唯有那里更安全了 戴灵荣看着不远处 快速出现的四道人影 深吸了一口气道 前辈 不是我说 您虽然已经是 动天境舞者 但不过出入动天境而已 那四个人最强的两个 已经是十方天舞者 你跟他们四个战斗 本来优势 就不大 更不要说 你还受了伤 灵霄皱了皱眉道 不必多言了 我们灵药山庄 死了那么多人 我这个庄主活着 又有什么意义呢 去吧 帮我保护好他们 就算是 加入你们月华宗 也无所谓 只要保住他们就好 戴灵荣说完话 忽然一掌拍出 掌风催动 竟然将灵霄等人 拍飞出去数百米远 海族的四个天人静舞者 也停下了脚步 不过跟随他们的 还有其余数百个舞者 实力最差的 超凡镜八重舞者 最强的 则是突破期的 天脉舞者 你们去追那些人 这个女人 交给我们四个 是 大人 戴灵荣并没有去 阻拦那些追击者 因为她没有机会了 灵霄 拜托你了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她知道 灵霄的实力足够强大 只要她能拦住 这四个天人静舞者 剩下的那些人 灵霄加上灵药山庄的那些弟子 足够应付了 So 一道剑光破空而去 灵霄出手了 他们还没跑出去多远 敌人就追上来了 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他们这边有不少伤员 很拖累速度 她并未拔剑 那剑光如同刺目的阳光 一般射出 空气仿佛都被高温燃烧了 首当其冲的 是一个雏形漆的天脉舞者 直接被这一剑烧成了灰 好恐怖的攻击 之前怎么没见灵霄哥哥用过 戴药灵在五道记上 也是见识过灵霄的强大了 不过灵霄方才施展的攻击 她还真是没有见过 看起来很随意的一道剑气 却拥有融化一切的可怕温度 更是刺目的 让人暂时失去了视觉 这真是太恐惧了 追杀的一方 突然站住了脚步 灵霄的强大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之外 要灵 带着你们的人赶路 不用管我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灵霄不想练战 但此时不打 又不太可能 只能且战且退了 不行 不能让你为了我们灵药山庄战斗 我们去选择逃跑 带药灵摇头道 没错 我们与你一起杀敌 灵药山庄的弟子们 还是比较有骨气的 虽然很多人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但是还是要求战斗 这要割别的人 只怕早就选择直接逃跑了吧 你们留下来 都是累赘 赶紧走 灵霄的话很直接 很伤人 但却是实话 这些是疗伤药 都吃了 等你们伤势痊愈了 再跟我并肩作战也不迟 现在我还应付得了 走 在九鼎幻境里头 灵霄封印了许多东西 不过里面的药材 和他炼制的丹药等东西 当然不会消失封印 他身上的疗伤药 可是不少呢 从真魔境地那会儿 就抢来了很多 一直也没用完 好吧 咱们走 带药灵将丹药 分给灵药山庄弟子 然后含着泪转身离开 不过他走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却发现 灵霄化作一道残影 冲入到了追杀者的人群之中 在他的眼里 那只是一道耀眼的光亮 可是在追杀者们看来 这却是要命的攻击 但凡灵霄碰到的人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燃烧了起来 一瞬间枯萎的都有 看到这里 带药灵不再担心 而是注意起前面的情况 专心撤离 灵霄一见显微之后 转身就走 背后伸展开黑白光溢 很轻易就追上了带药灵等人 如此杀一阵 逃一阵 追杀者也发现了灵霄的难缠 于是不再贸然出击 几个天脉舞者凑在一起 灵霄想要一举杀死 还真有些困难 不过这也无所谓 杀不了 拦住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拦住 那难度要降低很多 本章完 霸天舞魂 第863章 光的速度 光影见绝 修炼到第四层大乘境界 就可以产生瞬间的高温裂变 让对手热得浑身静攒 甚至脱水 光靠着这一点 只要没有天人静舞者出现 挡住这些人 还是易如反掌的 要灵妹子 顺着我的飞剑 锁止方向走 灵霄战斗的同时 还能有空闲提示 前面的人怎么前进 毕竟此时到处都有战乱 如果一头撞进了对手的包围圈 或者是大军之中 那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但要灵正着急 要该怎么走呢 这个时候 灵霄就给出了指示 一道剑光破空而去 始终在队伍的最前面带路 尽管灵霄的御剑术已经没有了 但是靠着强大的灵魂力操控飞剑 却更加轻松自如 持续性也更强 知道了 灵霄哥哥 但要灵选择了信任灵霄 理由当然是有的 灵霄在他的心目中 那已经是神一般的存在了 你让他去怀疑 一个什么 灵霄的世界之眼 一直开启着 就悬浮于半空之中 方圆百里的范围 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他能够判断到 哪里有敌人 走哪里更加安全 虽然这样子会绕远路 可是却更加安全 跟在灵霄等人后面的追杀者们 此时真的要郁闷死了 本来他们觉得 这战场上到处都是自己人 只要撞到一次 便可以顺利将灵霄等人全歼 可令他们奇怪的是 灵霄却好像拥有一双千里眼似的 总是能够奇妙地绕过 他们这边的舞者 这甚至让他们怀疑自己的队伍里 是不是有奸细 随时向灵霄通风报信呢 可即便如此 也不太可能啊 奸细怎么可能洞察全局啊 最客气的是 追着追着 追杀者们却发现 他们竟然一头撞进了 圣巢的残军之中 圣巢的军队 虽然大部分腐朽不堪 可也有强势的军队存在 遇到这些海族直接杀红了眼 将他们完全拦住 灵霄等人趁此机会摆脱了追击 约某三天之后 灵要山庄那些受伤的弟子们 已经基本上痊愈了 此处距离北汉国 也不过就是百里左右的路程 对于舞者们来说并不算什么 可麻烦的是 前面的路基本上都被海族给派人拦住了 想绕路的话 得多走好几天的路程 灵霄略略思考了一下 就有了决定 既然路被挡住了 那就找一条对手 不怎么强地杀过去便是 有了决定之后 灵霄一马当先 撑开黑白光益 直接朝着前面拦路的侵略军冲杀过去 这些人有海族 也有碧眼族 忍族 其中有两个突破期的天脉舞者 剩下的都只是超凡进八重 和九重舞者 灵霄选择他们 自然是因为他们都是软柿子 比较好捏 这些人奉命拦住 前往北汉国的交通要道 甚至连小路都不放过 就是要拦住那些 企图逃往北汉国的盛朝余孽 他们早就在这里布置了陷阱 然后埋伏着 如果有人冲过来 哪怕实力比他们更强 也要被暗算 他们根本就没想过 有人可以提前识破他们的埋伏 假如逃跑的灵药山庄队伍之中 没有灵霄的话 只怕灵药山庄的人真要悲剧了 但灵霄的存在 就是为了让奇迹出现的 赤羊羽衣 黑白双剑 灵霄浑身火焰翻腾 双手持黑白双剑脱离了逃难的队伍 加速冲向了埋伏圈之内 嘿嘿 有人来了 好像还是个白痴 居然一个人冲过来了 放他过去吧 这小子多半是个炮灰 给别人探路的 埋伏好 不要重见 几个天脉舞者暗中讨论了一下 都觉得 灵霄只是过来送死的炮灰 让他逃了也无所谓 绝对不能让对方识破 这里有埋伏 反正这样的渣渣 他们几个天脉舞者 都能轻易击败 灵霄的世界之眼 虽然听不到这些人说什么 但却能看出来口型 看到这里 他不由冷笑起来 既然你们这么淡定 我可就不客气了 一千米 八百米 五百米 一百米 灵霄接近的速度 其实并不算快 因为他要给埋伏的那些人 一个假象 否则他速度太过惊人 对方搞不好 就要喊救兵了 在接近一百米之后 灵霄骤然释放山河意志 恐怖的意志 笼罩了所有埋伏在那里的武者 山河意志 杀戮意志 破坏意志 这是属于灵魂力范畴的 所以当时也并没有封印 它们不仅不会影响山河武魂的发展 而且还能提升山河武魂的强悍程度 糟 埋伏的武者之中 有灵魂力比较强的 瞬间就感受到了不妙 因为那恐怖的意志袭来之时 它们竟然有一种跪在地上投降的想法 脑子混乱一片 就连体内的真元力和天元力也暴乱了 最可怕的是 修为比较差 灵魂比较弱小的几个武者 竟然当场被这恐怖的山河意志轰击而死 灵魂破灭 虽然身体还是完好的 可是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曲强 还有好几个人当成昏厥过去 不省人事 而这一切 不过是灵霄送给他们的见面里而已 真正的杀招 还在后面 其实这几个人轻敌也罢 重视也罢 都没有意义 灵霄的修为 虽然不如其中几人 可是战斗经验和战斗力 却强过他们许多 连出入天人境的武者 灵霄也能与之一较高下 更不要说天脉武者了 快 撤退 为首的突破期天脉武者 察觉到了不妙 根本不敢应战 大声号令同伙撤退 并且准备发出信号 通知附近的友军 他没有想到 灵霄竟然会是如此恐怖的一个存在 根本不是所谓的炮灰 完全就是冲杀在最前面的将军 一瞬间 小队中两三人陨落 其余人超过一半 多少受到一些轻伤 碰 一道剑光飞过 信号弹被直接削断 没能发射出去 灵霄既然已经发动了突袭 又怎么可能会让这些人叫来援军呢 闪电战的王道就是快 快到敌人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催动光影傲义 灵霄瞬间化作一道看不清的光束 窜入人群之中 手中黑白双剑已经开始了杀戮 现在他的速度 自然比之前要快了很多 因为已经没必要装了 速度提升到极致 他就是一道光 一道不可阻挡的光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八百六十四章 天离老者 海族的军队为他们的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没有交手 就已经完全乱了 就像是一只只被冻僵了的咸鱼 让灵霄得以轻松地收割他们的性命 片刻之后 战斗就已经结束 当戴耀灵等人赶来支援的时候 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毕竟灵霄一人击杀这么多高手 这幅画面实在太过诡异 不要愣着了 马上就到北汉国了 咱们抓紧时间赶路 免得夜长梦多 灵霄可没闲心去欣赏他们的金融 越到最后 就越有可能出问题 他不想前功尽弃 也不知道我母亲他怎么样了 戴耀灵朝着远方望了一眼 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 前辈他没事 他有自己的机缘 灵霄离开的时候 在戴灵戎身上 留下了一道灵魂印记 所以戴灵戎情况如何 他虽然不能完全搞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 此时戴灵戎不仅没死 而且似乎还在接受某人的治疗 只可惜 他的灵魂秘法 还没有修炼到家 所以无法完全洞悉一切 虽然不知道 灵霄是怎么知道的 但戴耀灵还是选择了信任他 一行人继续加紧赶路 此时众人伤势都已经痊愈 所以这速度上也快了很多 估计不到一个时辰 应该就可以进入北汉国疆域 基本上算是安全了 半个时辰之后 北汉国的疆域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在边疆之上 有长城拦截 上面都是北汉国的将士 太好了 马上就可以逃过追杀了 可惜了 要是早点来到北汉国 咱们灵耀山庄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算了 过去的事情再提也没用 人要向前看 嗯 不过这个仇 一定要报 灵耀山庄的弟子们非常激动 这一路上有灵霄带着 他们甚至没有进行什么战斗 就轻易摆脱了追兵 真得非常幸运 灵霄哥哥 你怎么了 然而此时 戴耀灵却发现 灵霄的表情有点不太对劲 情况不妙了 咱们好像被人盯上了 而且还是一个高手 灵霄眉头紧皱 对戴耀灵说道 你们记住了 待会儿不要乱 有我在 不会让你们受伤的 嘿嘿嘿 不愧是天选之子啊 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老夫的存在 一阵怪笑声响起 树枝上一只乌鸦落在了地上 然后变成了一个勾楼的老者 他虽然身材勾楼 面貌老慢 看起来没有丝毫的战斗力 可是灵霄却一点都不敢小瞧他 这个人身上 透着极为强大的气息 居然是天人静三 才天境界的修为 如果换了之前 灵霄或许不会怕 可是现在他修为退步 面对一线天境界的舞者还能应付 但这三才天境界的强者 就麻烦了 阁下并非海族 也不是碧眼族的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灵霄可以确定 此人没有海族的气息 那些归顺海族的人身上 都有海族留下的奴隶印记 气息非常明显 而此人则不一样 而且他相信 以自己的灵魂力 此人不可能逃过他 而一路跟踪过来 多半是在附近等着的 哈哈 天选之子果然聪慧 难怪就连盟主也看中你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 老夫乃是天理盟的一个普通舞者 奉了盟主的命令 来请你去天理盟一叙 小家伙 你总该给这个面子吧 前辈 既然是邀请 那就简单了 待我送这些人回到月华宗之后 自然会去天理盟登门拜访 灵霄可不相信对方只是邀请而已 从对方透出来的气息 就可以分析出 对方对他可是很有敌意的 实话告诉你吧 十二宗的残余势力之中 天王门 碧水神宫 血刀门 归附了海族 剩下的玄火宗 雪山派 剑王宗 古王宗 唐门 独王宗都已经归附天理盟 嗯 如今 我们已经建国 天理盟盟主便是天理国国君 如果天选之子愿意 现在就跟老夫前去 便可以成为我们天理盟的第一核心弟子 地位绝对崇高 甚至成为未来的国君都有可能 那老头说话的时候 慢条私理 好像完全不怕灵霄逃跑 不过这也正常 一个三才天境界的舞者 面对一群超凡进舞者 若是怕了 那才丢人呢 说实话 听到这老者的话 灵霄是非常震惊的 没想到天理盟行动这么快 这完全就是趁火打劫啊 圣朝如今就剩下逃亡的几个人 其余的都是各自为战 估计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形成真魔帝国 天理国 北汉国三族鼎立的局面 那些散碎的势力 都会被击败或者收服 前辈 难道连容我几天的时间都没有吗 不到逼不得已 灵霄还是不太愿意跟这人动手 因为他目前唯一有可能 击败这个老者的机会 只有两种 第一是蝶女醒过来 不过眼下 看来是不太现实 第二就是动用人王留给他的力量 这力量 一共可以使用九次 在圣城的时候 他已经使用了一次 还剩下八次 这可是他保命的手段 用一次就少一次 实在是不太舍的 但如果没办法 那也只能用一下了 总不能真得跟着这老家伙走吧 真走了 那恐怕就彻底失去自由了 小子 老夫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去还是不去 那老者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如果不去呢 灵霄问道 不去的话 老夫就动手带着你的尸体回去 像你这样的天才 留给别人 终究是个祸害 如果不能得到 就必须得杀了 老者的表情 忽然变得猙獰起来 声音冰冷如酒油寒冰 灵药山庄的人 突然都走了过来 挡在了灵霄的身前 灵霄哥哥 你走吧 以你的速度 他未必追得上 这里已经接近北汉国了 你一定可以逃走的 我们这些人一路上老你照顾 现在也到了该报恩的时候了 没错 灵师兄请走 你们会死的 灵霄心中有些感动 不过脸上依然淡漠 只求灵霄哥哥 为我们报仇就好 那样 我们死的也算是值了 但要灵的脸颊上 有泪水滴下 他当然不愿意死 可是 如果非要让他选择的话 他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 去守护灵霄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八百六十五章 难缠得很 嘿嘿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你们灵药山庄的人也一样 不肯加入天理盟 就全部去死 老者黑黑笑道 灵霄忽然也笑了 他排开众人 走到了最前面 而后挥了挥手 对身后的那些灵药山庄弟子说道 多谢各位好意 但我灵霄既然答应了代前辈 安全送你们抵达月华宗 就不可能食言 老者的脸上 表情不怎么好看 他非常不爽 这些人面对他居然 没有一丝畏惧 居然争着抢着想要来送死 他最讨厌这种不怕死的人了 这让他很恼火 灵霄哥哥 不用说了要灵妹子 我还不至于被这个老妖怪给杀死 难道你忘记了舞蹈记上 我所创造的那些奇迹了吗 灵霄站在那里 气息猛然提升 一头黑色的长发 在风中飘飞 光之力的运转 让他整个人都好像会放光一般 是那么的耀目 那么的刺眼 此时的灵霄 在没有动用人亡留下的能量之前 这股气息 就不输给任何一线天境界的舞者了 这让那老者更为惊讶 天选之子 名不虚传 但越是如此 老夫就越要尽早杀了你 免得夜长梦多 老者瞳孔猛然收缩 尽管在天理盟 也有不少的天才高手 那些人的实力 并不输给圣朝六公子 只是他们为人低调 一直不被外界所知而已 可即便如此 在这老者看来 那些人依然没办法跟灵霄相比 并非是修为 而是这种气势 这种临危不惧的气魄 真得非一般人可以比的 哇 灵霄周身产生了一股 由天元力凝聚出来的狂风 将带药灵等人给拦住了 都在旁边看着 不要乱动 灵霄没敢 让这些人提前离开 因为前面有没有危险 他也不知道 虽然前面 就是北汉国国境 可又有谁能确定 那些 就是真正的朋友呢 看起来 你真是打算找死啊 老者冷哼一声 身形陡然一闪 化作一群漆黑的乌鸦 飞向了灵霄 在这老者的背后 始终有一只巨大乌鸦的虚影 睁着血红色的眼睛 看起来十分恐怖 想要杀我 只怕你 还没这个能力 灵霄站在那里 运转体内天元力 配合光之傲义 身体上的光芒越来越亮 而他手中的紫电剑 此时已经几乎看不到电光 完完全全成了赤阳之光 耀目的能够闪下人眼 太阳之剑 灵霄将天元力提升到了极致 这个时候 他可不敢有丝毫的留守 只不过人亡的力量 依然没有动用 因为他的世界之眼 正悬浮在虚空之中 寻找对方的破绽 要在最关键的时刻 发动全力一击 那些能量不能浪费 要用 就必须得有效果 吱吱吱 黑色的乌鸦 被炽热的高温灼烧着 散发出了焦臭的气味 然而灵霄的见光 却在不断变弱 没办法 对方的实力 终究还是要更强 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 灵霄目前上 不能击败对手 赤阳羽衣 在太阳之间的光芒 消失的那一刻 灵霄周身骤然亮了起来 赤阳羽衣燃烧着太阳之火 终于将对手的攻击 完全挡住 不过那冲击力 依然让灵霄倒退了十多步 方才站住 呸 果然还是差不少 脆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灵霄有点不太满意 修为低了 就算你的武魂更强 武技更强 也很难弥补这种差距 因为两者相差 还是太大了一些 灵霄现在不过是 成熟期天脉舞者 而对方却是天人进三 采天前妻舞者 不过这个超级境界壁垒 对他来说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巨大 毕竟天人进舞者 该有的天元力和天脉 他都有了 而且他的武技也并不弱 欠缺的只是修为而已 对于某些天才来说 境界壁垒基本上 就是形同虚设 不然天才又凭什么 被称为天才呢 圣子当年 才突破七天脉舞者阶段 也曾击败过一线天前妻舞者 魔巫商也干过这样的事 当然了 他们击败的 仅仅只是天人进里面 最低劣的那一类 靠着药物或者别的手段 强行噤声 没有扎实根基的 不过即便如此 对于一般人来说 境界壁垒也是巨大的沟壑 想要越级挑战 谈何容易 别说这种超级境界壁垒了 就算是超凡境八重到 超凡境九重 这样的大壁垒也是难以逾越的 除非你的天才 除非你有特殊资质 不然想都别想 级别是类似超凡境八重前期 和超凡境八重中期这样的小壁垒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也都是很难跨越的 能跨越的都可以成为天才 只不过是小天才而已 天才的划分也正是从这里来的 跨越小壁垒越级挑战的叫小天才 跨越大壁垒越级挑战的叫大天才 跨越超级壁垒越级挑战的叫超级天才 灵霄就是一个超级天才 圣子也是 魔物商也是 只不过超级天才之间仍然会有差距 只是没有戏份罢了 还真是难缠 老者见自己一招之下 居然没能重伤灵霄 不禁眉头拧得更紧了 别说重伤了 连轻伤估计都没造成 灵霄的唾沫星子带血 不过是嘴唇破了而已 如果这也算轻伤的话 那倒是有一点成效了 难缠的还在后头呢 灵霄笑了笑道 你的主子派你来的时候 难道没告诉过你 本人曾在武道祭上 击败过两一天前妻的圣子 还打伤了洞天境的司空玄 他这那里是让你来请我吗 根本就是让你来送死的 交手之后 灵霄更加自信了 虽说以他本身的势力 战胜这老家伙根本不可能 但交手一百招不败 他还是有把握的 这样一来 他就有足够的时间 去寻找对方的破绽了 他可能并不清楚 自己的表现 真的已经吓住了 那位天人静强者了 那老头原本想着 灵霄在武道祭上修为 退不到了超凡境 收拾起来一如凡掌 可现在看起来 难缠还是难缠 不管他是不是修为倒退了都一样 小子 莫要太猖狂了 方才老夫不过是大意了而已 连六成十里都没用到 接下来 看你还能接住几招 老者毕竟是老江湖了 虽然心中震惊 但是片刻之后 还是恢复了冷静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八百六十六章 赤阳天前 从第一次交手之中就可以看出来 灵霄虽然难缠 但毕竟还是不如他的 只要继续攻击下去 击败这小子 其实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念及此处 老者轻轻摸了摸手上的储物件 那储物件泛起幽幽黑光 而后他的手里 竟然多了一把 镶嵌着古怪宝石的丫头拐杖 随着那丫头拐杖 在他手中舞动 一道阴森恐怖的黑色气息 在他身前弥漫起来 就仿佛是九幽之中 渗透出来的死亡气息一般 灵霄就感觉身体猛然冰冷了起来 甚至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窥伺着他似的 好家伙 这老东西 灵魂力也不弱呀 不过还是不如我 灵霄暗暗运转灵魂力 顷刻间便将那令人十分不舒服的阴森感 逼出了体外 不过灵魂攻击 只是对方攻击的开始而已 那阴森的黑气凝聚而成的时候 居然化作了一只巨大的黑色乌鸦 乌鸦伴随着凛冽的寒气 扑向了灵霄 发出了凄厉恐怖的叫声 令人头皮发麻 这黑色的乌鸦飞过的地方 地面上的植物都纷纷枯萎 灵霄哥哥 一定要小心啊 戴耀灵不敢吭声 害怕打扰了灵霄 他只能在内心深处 替灵霄祈祷 面对老者的攻击 灵霄选择了飞空 背后黑白光一撑起 身体瞬间化作黑白色的光芒 顿入虚空 不过他并未动用最快的速度 否则的话 只怕那老者就追不上了 这诱敌深入之际 可是绝对不能用过火的 好小子 早听说你修炼了特殊的武技 能够凝聚双翼 没想到是真的 不过这也没用 老者将丫头拐杖往上一指 那黑色的巨大乌鸦 就追了上去 死死跟在灵霄身后 而且速度比灵霄更快一些 嘿嘿 老夫倒要看看 你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这猫捉耗子的游戏 可是老夫最喜欢的了 老者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自以为完全掌控了局势 殊不知 灵霄要想摆脱他的攻击 其实并非难事 机会 看到老者几乎完全放弃了防御 灵霄不由心中一喜 他等待的破绽 终于到了 So 他的速度骤然加快 转身窜向地面 手中太阳之剑 已经凝聚而成 光影剑绝 第六层 可引动赤阳天前 这并非人的力量 有很大 可能会失败 而就算成功 也可能会伤到自己 不过 灵霄此时必须要用 想要斩杀 三财天境界的舞者 他没有别的选择 咻 天空之中 一道光柱垂直降落下来 击中了灵霄的肩膀 那里 瞬间就被烧焦了 灵霄皱了皱眉 并未停止 他早知道 会有这样的危险 否则的话 岂不是随时都可以借助赤阳天前的力量了 背后 巨大的乌鸦还在追赶 但是灵霄速度太快 而且 在这高速的飞行之中 他依然能够凝聚太阳之剑 引动赤阳天前 什么情况 老者脸色顿时大变 此时的天空之中 一道比方才粗壮数十倍的巨大光柱垂直降落下来 而后居然灌注在了太阳之剑上 灵霄将手中长剑指向了老者 那恐怖的光柱 自保剑飞射向了天里蒙的天人镜高手 老者可是高手 那光柱有多么恐怖 他自然能感应到 吓得急忙转身就跑 那巨大的乌鸦 失去了他的控制 撞在了一座山上 居然将那小山都给轰平了 但这样的威力 终究没有落在灵霄的身上 所以便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逃不掉的 你的速度 能比光更快吗 灵霄脸色惨白 额头上冷汗直流 不过表情却是透着细血和笑意 靠着山河五魂的精密计算 这第一次施展赤阳天谴便成功了 虽说自己也挨了一下 不过 那也算是一点小小的代价吧 轰隆 恐怖的光柱 直接照在了老者的身上 灵霄说的没错 老者的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比光更快 啊 七历地惨叫声 从光柱之中传出 听得灵药山庄那些弟子 都纷纷捂住了耳朵 光芒过去 老者全身焦黑一片 气息弱到了极点 连流出来的血 都被炽热的高温给烧干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一个天脉舞者 怎么能施展出 比天人静舞者更强的攻击 老者无论如何也无法明白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盟主真得派他来送死的吗 他心中惊恐不已 唯恐灵霄这个时候 出手杀他 只是他并不知道 灵霄在引动赤阳天谴之后 天元力已经几乎耗尽 身体更是疲惫不堪 只怕也没有杀他的气力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更何况这老者还没死 他拼命地转身逃跑 化作了一只黑色的乌鸦 只不过这乌鸦 看起来身上的羽毛有些焦黑 碰 老者走后 灵霄直接就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重重摔在了地上 将地面都砸出了一个大坑 不过他身体足够强壮 倒也没有受伤 只是实在太累了 有一种筋疲力竭的感觉 灵霄哥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来不及惊讶 灵霄居然能够在修为倒退之后 还能击败三财天境界的舞者 带药灵慌忙跑过去 将灵霄扶了起来 快走 此地不宜久留 快 灵霄现在累得可是够呛 如果再遇到这样的高手 那就只有等死了 赤阳天谴的威力 比他想象中要强 所以 他并没有浪费人亡的能量 这对他来说 自然是个好事 人亡的能量 用来对付一个三财天境界的舞者 实在太浪费了 带药灵将灵霄背在身上 然后吩咐灵药山庄弟子 全速撤离 那些弟子一边跑 一边心中还在震惊 半晌也没能从这种震惊之中恢复过来 他们也算是经历过不少事情了 可还真头一次见到成熟期的天脉舞者 能够一击将天人进三财天修为的舞者 给差点杀死的 当然更恐怖的是 灵霄居然可以借助天的力量 这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这也是玄界法则所允许的吗 这种事儿 估计就算是现在说出去给别人听 也没人会信的 简直太离奇了 数天之后 戴药灵异行人赶到了月华宗 此时灵霄方才得知 天理盟已经对真魔帝国宣战 现任天理国国君对外宣布 天理盟广招天下英才 共同对抗外敌入侵 本章完 霸天舞魂 第867章 神皇大陆 月华宗高层经过一番商议 认为宗门太过分散 对于发展不利 所以打算整合月华宗 神剑门 灵药山庄 寿王宫 北汉国皇室等 成立天选学府 是个人都明白 这个天选学府 是因为灵霄这个天选之子的存在 并且以吴祥 月女 北汉国新任太子殿下赵志 神剑门门主 林吴恒等人为主 都愿意推举灵霄 为天选学府主人 但灵霄拒绝了 他虽然需要有这么一个势力作为后盾 但是追求武道的极限 才是他真正的追求 因此 他只要了一个长老的虚职 并且将吴祥推举为天选学府院长 这等于 就是他的势力了 尽管北汉国有些人不高兴 可是没用 现在的北汉国 就是在天选学府的保护之下 才能存在的 天选学府 没有直接推翻北汉国皇室的统治 就不错了 另外 圣地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 重伤驾崩了 临死之前 将自己的圣地之位 传给了圣子姬明空 这个倒是没人反对 反正现在的圣地 就是一个空架子而已 已经没有谁去在乎了 天选之子的名头 比圣地更加响亮 毕竟武道记上一剑 赶走众多海族强者 这一幕实在太过惊人 姬明空也选择加入了天选学府 他倒是一个聪明人 不再过问全世 专心修炼武道 一心想要击杀司空尊 为其父报仇 姬明风成了北汉国的将军 依旧负责镇守边关 反正这种事他已经习惯了 留在黄兜反而不痛快 太上圣地选择闭关疗伤 不再过问正事 估计这一次受伤还是不轻 很长时间都不可能出关了 月女更不会管这些闲事了 依旧住在她的月宫之中 逍遥自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龙大陆上的战事不断 真魔帝国一路攻城拔寨 已经完全占据了除天理国和北汉国之外的所有天龙大陆领土 他们的气势比之当年毫不逊色 不过总体实力上还是不如当年 毕竟少了一个真魔大帝 而现在的九大魔王也只有阴阳魔王和电光魔王出现 并且修为远远不及当年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停止了继续进攻 而是宣布与天理国北汉国和平共处 共享天龙大陆 嘴上说的冠冕堂皇 但是很多人心里头都明白 这是因为阴阳魔王和电光魔王受伤 再加上真魔帝国总体实力 无法斥下北汉国和天理国才会修战的 毕竟北汉国这边有了阅女 以阴阳魔王和电光魔王两人联手 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所以他们现在暂时修战 估计只是想要及早复苏其余的魔王 甚至还有真魔大帝 这个时候 林霄觉得自己该离开了 必须得抓住这难得的喘息机会 提升势力 北汉国这个地方太小 而她跟阅女 以及太上圣地修炼的武学方向都不一样 她师父原尊倒是可以指点她 但在真魔帝国和天理国的封锁之下 各种资源都很难得到 待在这里 她的武道之路将会完全阻塞 就算能恢复修为 只怕再也无法提升了 天龙大陆上 基本天人静修为以上的武者 都去过神皇大陆 有些去得更远 所以 她想前往神皇大陆 其那个更强的大陆上 寻找提升修为的机会 这也是原本天选之子 就应该去做的事情 她提出来 导演没有什么不妥的 她的这个想法 得到了阅女等人的认可 不过基民空 英雾雅 兰月 冷昊 龙晨 戴雨灵 戴耀灵 赵智 赵慈几个人 也都希望能够去神皇大陆历练 只有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将来天选学府 才会更为强大 这个打算不错 而且神皇大陆上 随便一个宗门 都要比十二宗强大得多 如果能够在那边结交一些势力 将来反攻真魔帝国的时候 也算是有了助力 吴翔想了想到 随后 他便取出了一份航海图 以及神皇大陆的地图 给了灵霄 继续道 你是这一次 前往神皇大陆历练的负责人 这两份地图你拿好了 这东西非常珍贵 还是圣朝的珍藏 丢了可就没有了 灵霄拿到地图 直接就选择了复制 神皇大陆的面积 比天龙大陆要大很多 法则也更加完整 所以 那边舞者的整体实力 比天龙大陆强大不少 当然了 弱者也有 毕竟每块大陆上 都有一些不适合习武之人 更何况 不管是什么种族 不会一出生就是舞者的 神皇大陆上居住的主体 是火凤族 其余的 还有彭族 孔雀族等等 他们不是人类 所以并不修炼武魂 而是以觉醒血脉为主 但修炼方式以及战斗方式 倒是与人类没有多大区别 结交势力 只是我的一点奢望 如果不行的话 也不要勉强 你们几个人前往神皇大陆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修炼 提升实力 如果可以的话 打通一条走私渠道 为北汉国提供修炼资源 也是极好的 吴祥补充了一句道 吴师兄 我明白了 这条走私渠道 我会努力打通的 凌霄知道 这也是关键 否则在长期封锁之下 北汉国的武者 将会与真魔帝国 以及天理国的武者 差距越来越大 别看天理国 已经对真魔帝国宣战了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天理国 不过是海族扶植的 一个势力罢了 就跟避水神宫一样 关键时候 就能派上用场 师父 你去过神皇大陆 得指条明路吧 去那个宗门 或者哪个国家 更妥当一些 凌霄询问 元尊道 嗯 这个嘛 唯失去神皇大陆的时候 太早了 说出来 估计也与现在情况不同了 元尊沉吟了一阵道 凌师殿 你把这个东西拿着 吴祥从自己的储物界里 拿出了一把三寸来长的飞刀 而且明显是预制的 上面蕴含特殊的神文法阵 品质竟然是仙品宝器 当然了 即便是仙品宝器 这档次也不算太高 关键这玩意儿 应该有特殊意义的 飞刀的刀柄上 刻着一个缝子 拿出这东西的时候 吴祥的表情有些古怪 似乎是伤悲 又像是遗憾和无奈 当然 这种表情 不过一闪而逝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68章 帝国皇城 林霄注意到了吴祥那复杂的表情 但是并没有问 别人的隐私 如果想要告诉你的话 自然会说的 不想说你抢球也没有意义 这把玉飞刀 是我的一个朋友所赠 昔日我曾约好返回 岳华宗秉明师门 就去神皇大陆见他 然而你也知道 我回到岳华宗之后 就出了事 从此一蹶不振 过去这么多年了 不知道他还是否记得我 吴祥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不管如何 你们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就去火凤族找他吧 如果他还对我有一点感情 兴许会帮助你们 不过不要期待太大了 知道了 吴师兄 果然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意提及的往事 吴祥也是如此 另外 在神皇大陆上 有两大学院 分别是神皇学院和清虚学院 他们凌驾于所有宗门之上 无比的强大 他们的结构跟宗门不太一样 就算你隶属某个宗门 一样可以进去学习 吴祥继续说道 神皇学院是皇家学院 背后是神皇大陆最强的神皇帝国 清虚学院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 虽然同样强大 但并不隶属任何国家 是完全自主的一个学院 吴师兄告诉我这些 是打算让我进入这两座学院中的一座学习吗 灵霄问道 没错 不光是你 他们几个都可以跟着你去学习 将来能有多大成就 就看个人的资质了 吴祥点了点头道 当初师兄我便曾进入神皇学院进行学习 原本只是出入天人境的我 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晋升到了洞天境 这在天龙大陆上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 听到这里 灵霄等人脸上都露出了激动之色 如果是这样还真该去看看了 和他相遇也是在神皇学院之中 对了 他的名字叫凤鸣晓 记住了 可别搞错了 吴祥又补充了一句 说到这里 他似乎还是不放心 于是拿出纸笔 写下了一封信交给了灵霄道 这个拿着吧 更保险一些 多谢师兄 灵霄走到今天这一步 虽然说遇到的敌人不少 可是朋友也同样不少 没有这些人的帮助 他也不可能会有今天 元尊 养老 月女 吴祥等等 这些人对他的恩德 他必然铭记于心 好了 闲话少叙 这月光宝传就赠予你们了 不管是飞行还是航行 都没有问题 只希望你们可以平安抵达神皇大陆 吴祥将月光宝传赠予灵霄 也算是最后帮助这些人一次了 此去神皇大陆 并不安全 外面封锁重重 能不能顺利离开 都是个问题 有了月光宝传 最起码会更安全一些 走 灵霄突然站起来 对几个准备一起离开的同门说道 未免泄露风声 就不用回各自的住处了 现在就离开 需要准备的东西 我这里都有 现在很难保证 天选学府里边 就没有敌人的卧底 万一走落了风声 那他们真就没办法离开了 几个人乘上月光宝传 转瞬间便消失在了天空之中 灵霄等人离开北汉国不足两天时间 消息就泄露了出去 于是 真魔帝国发布了悬赏通缉 灵霄的悬赏金额 竟然是比动天境舞者的悬赏金还要高很多 很显然 当日灵霄借助九鼎幻境 击伤阴阳魔王和电光魔王之后 已经成为了真魔帝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不死 估计真魔帝国是永远不得安心的 悬赏出来之后 灵霄等人遇到的麻烦就多了起来 不过拥有山河武魂的灵霄 将世界之眼开启 总能够屈及避凶 每一次只要是被人盯上 他们都会先下手为强 不给对方通风报信的机会 这几个天才之中 强悍的可不止灵霄啊 鸡明空作为敌人的时候很难缠 作为战友的时候 却非常让人放心 杀死跟踪者 他们就会立即乘坐月光宝船加速离开 就算后来被发现 他们也已经早就逃之夭夭了 月光宝船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是速度之快 那是非常惊人的 神皇大陆 神皇帝国 皇城门外 一行人显得有些狼狈 衣衫蓝绿 仿佛乞丐一般 然而每个人的脸上 却都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终于到了 神皇帝国的皇城 凤城 其中一人抹了把脏兮兮的脸 兴奋地说道 是啊 没来过神皇大陆 真不知道神皇帝国居然如此之大 彼之天龙大陆的圣巢 完全不遑多让啊 又一人感慨道 都先别太兴奋了 来到神皇帝国 才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的目标是进入神皇学院 或者清虚学院提升修为 能不惹事 尽量不要惹事 这一人看起来 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可是却显得非常老成持重 即便衣服很是破烂 但那黑色的长发 却显得异常干净 他的瞳孔之中 仿佛包含了整个世界 深邃明亮 知道了林师兄 冷号吐了吐舌头道 没错 这一行人就是林霄等人 他们一路 可谓是历尽了千辛万苦 遭到多次追杀和围追堵截 期间 有人甚至差点被杀 但一切都挺过来了 靠着林霄的世界之眼 配合姬明空的实力 总算安全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神皇帝国的皇城 与圣巢的圣城规模差不多 就连造型风格也十分相近 不过这也正常 要知道 昔日的圣巢 可是整个玄界的圣巢 神皇大陆上的众族 也只是圣巢族群之一 圣巢最鼎盛的时候 那可是万族朝圣的局面 可惜现在 唉 不提也罢 神皇帝国的皇城 共有东南西北寺的大门 另外 还有八个小门 小门基本都是关闭的 遇到特殊情况才会开启 正门全部用特殊的金属打造而成 上面有神闻法阵增强抗性 否则以武者的强大 就算你这门在后时 只怕也是很轻松 就被轰破了 城楼之上 有身着甲皱的士兵站岗巡逻 城门之处 同样也有非常严密的守卫 行迹可疑之人 必然都是要被盘问一番的 城门外面也并非什么都没有 相反 这里很热闹 大陆两旁都是一些摊贩 或者搭着临时捡一棚子的商贩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69章 霸道少女 很多生意人 因为无法进入皇城 或者咸皇城里面税负太贵 所以都在外面摆摊精英 而这里 也是相当的热闹 咱们储物界里备用的衣物都用光了 不如找家 城医店随意买身衣服吧 不然这个样子 恐怕会被当成可疑人等抓走的 林霄提议道 我同意 金明空第一个点头赞成 毕竟是女孩子 最怕脏了 此时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如果能换身衣服 再洗个热水澡 那最好不过了 其余人自然也不会反对 那好 咱们走吧 虽然他们衣衫褴褛 不过身上钱倒是不少 神皇大陆基本 已经没有精英交易了 都是以灵石来负账 灵霄的山河世界里 储存了大量的灵石 绰绰有余了 此时或许没有人知道 灵霄的到来 会对神皇大陆 产生多大的影响 甚至没人去注意 这个相貌俊秀 身材英伟的少年 只把他当成了 长途跋涉的路人 然而不久之后 他们就会明白 这个人的到来 将会让神皇大陆 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行人进入了一家成衣店 这个成衣店很有意思 它是采用了机关傀儡技术 打造了一个能移动的店铺 跟皇城里面的店铺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走进去之后 伙计只是淡淡看了他们一眼 就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这种流浪客伙计见得多了 虽然跟乞丐不一样 但买得起的衣物 也都很一般 并不需要特地去照顾 让他们自己选就行 这里的衣物倒是不错 料子都是上好的 上面编制了最低级的名文 比起普通衣物 好使用很多 造型也是漂亮 女孩子们对衣服的研究比较深 挑选起来比较麻烦 鸡鸣空 兰月 戴宇灵 戴耀灵 和赵瓷 直接去了二楼 灵霄 鹰无牙 冷号 龙臣 赵志 则随意买了几件合身的衣物 男人嘛 只要穿着得体也就是了 他们几个 还真没有那么挑点 等他们换好了衣服之后 几个女孩还没下来 于是便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一边等待 一边听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口中的闲言碎语 这些人谈论的核心无外乎两点 一个就是神皇帝国的事情 涉及到了神皇帝国火凤族和兵凤族 这两族都是神皇帝国的统治阶层 每五年会有一次机会竞争帝军的位子 方式很简单 就是比拼武学 谁赢了 谁推举的舞者 就可以在帝军的位子上坐上五年 目前 坐在帝军位子上的是兵凤族的人 而这已经是他坐上帝军位子的第四年了 距离竞选还有一年 两族都出了非常出色的人物 火凤族最有可能坐上帝军位子的 是凤尹山 此人是火凤族组长的长子 实力深不可测 智谋过人 据说为人温文尔雅 很得百姓爱戴 兵凤族最有可能坐上帝军位子的 正是现任帝军的次子凤明齐山 凤明齐山虽然不如凤尹山那样 受到百姓爱戴 但是他十多岁开始就在外作战 战功赫赫 军旅之中最佩服的就是这位 这些人讨论了一会儿神皇帝国的事情 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天龙大陆上 兄台 最近得到消息说 天龙大陆那边出大事了 真魔帝国崛起 一举灭了碧眼族数十国 将碧眼族降服 之后又灭了蛮族九大部落 把蛮族变成了自己的打手 你这消息都过时了 灭了碧眼族和蛮族之后 他们又大举入侵人族圣朝 如今的圣朝 就剩下北汉国苟延残喘 说起来也真是唏嘘 曾经的圣朝如日中天 没想到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 这真魔帝国 究竟什么来历 数万年前突然崛起 现在又是突然出现 据说真魔帝国 就是海族支持下的存在 那些人从风暴大洋深海之中走出 图谋占据整个玄界 就凭他们也配 灭了现在日泊西山的圣朝 根本不算什么 咱们神皇帝国才是真正的强大 有本事让他们来试试 绝对一个个屁滚尿流地逃走 兄台所言即是 天龙大陆跟神皇大陆怎么比 现在的神皇帝国 更是强过人族圣朝万倍 这话在里 听说真魔帝国 已经给神皇帝国 送来了和平书 还派了一些年轻人 进入神皇学院深造 什么 听到这里 灵霄不由心中一惊 真魔帝国居然已经派人 抵达了神皇大陆 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有关 但见到了 必然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得小心了 碰 正听的感兴趣之处 忽然间从二楼掉下一个东西 仔细一看 却是一个人 这人不是别人 竟然是赵慈 赵志见状急忙跑了过去 灵霄等人也站了起来 看起来是遇到麻烦了 楼上传来争吵之声 之后 就见鸡明空 蓝月儿和戴雨灵 戴耀灵的脚步声 他们应该是下来查看赵慈的伤势 怎么回事 灵霄皱眉问道 鸡明空 有你在 他怎么会被打 鸡明空摇了摇头道 事情发生太过突然 我根本没反应过来 谁知道 对方竟然因为一点小事 就突然动手啊 为了什么事 灵霄问道 他摸了我看中的衣服 这事够大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 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女孩 年纪与赵慈相仿 只是修为明显要更强一些 她双手白皙如玉 穿着也是体面的狠 可是这话说的 却让人极不舒服 在她身后 还跟着三个人 实力皆是不俗 就因为 她摸了你看中的衣服 灵霄眉头皱了起来 此女也未免太过霸道了吧 为了这点事 竟然都能出手 你觉得这个事很小吗 少女冷冷道 看你们像是天龙大陆上逃难过来的废物吧 既然来到了神皇大陆 就该有低等人的觉悟 打了你 就该乖乖受着 千万别顶嘴 不然 话到此处 少女骤然将手一挥 一道进风破空而去 如同毒蛇一般 刺向了灵霄的要害 这一言不合 就要出手杀人 还真是颇有当年圣子金明空的样子 只是这女的跟金明空相比 不管是实力还是潜力 都相差甚远 真不知道她猖狂什么 霸天武魂 第870章 蛇蝎心肠 啪 灵霄伸手轻易将那道寒光抓住 是一把三寸长的飞刀 用才很是讲究 刀柄处刻着一个缝子 这把飞刀除了材质之外 跟无想给灵霄的那把飞刀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灵霄眸子中闪过一抹冷意 把玩着手中的飞刀说道 姑娘这出手 未免太过无礼 很辣了一点吧 那少女不屑道 废物就该乖乖做自己的废物 别把自己当人看 不然比这更狠的 还在后边呢 听着少女的话 灵霄的目光越发冰冷 大家素不相识 仅仅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竟然就要别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 还口口声声地说 别人是废物 恐怕换了任何人 也受不了这种对待吧 若在天龙大陆 灵霄早就动手了 只是刚来到这里 她不太了解情况 所以才隐忍到了现在 谁料那少女 却竟然得寸进尺 一刀没能扎中灵霄 双手飞甩 十数到寒光脱手 全部照向了灵霄的各处命门 真是白白浪费了你的一张好皮囊 心肠如此歹毒 纵然再美艳 也是令人恶心 迎人也是有限度的 灵霄总不能一直被对方如此攻击 却不还手吧 即便这神皇大陆是陌生之地 可有一个原则没有变 那就是弱肉强食 你如果表现太弱 那么必然是要被人欺压的 就像现在这样 灵霄没有动手 只不过说了几句很普通的话而已 就被如此对待 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或者实力差一些 那此时必然已经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了 难道真得像废物一样 跪在对方面前 任对方宰割吗 不可能 灵霄从修炼开始 就从来不会这样屈辱 死到临头 还敢胡言乱语 天龙大陆的废物 真是不要命了 站在少女身后的一个男子 冷笑了一声道 少女的飞刀速度极快 角度也很刁钻 只可惜 修为实在太差 不过区区超凡进八重武者而已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在这里胡闹 是不是废物 试试就知道了 灵霄冷哼一声 无须用剑 只是将手一甩 恐怖的天原力破空而去 不仅直接撞碎了那十数道飞刀 更是加速冲向了那少女 少女身后三人 此时才觉得不妙 急忙出手帮忙 四人联手 方才将灵霄的天原力摧毁 可即便如此 那少女依然是嘴角流血 受了内伤 周围那些人 生怕被牵扯到 纷纷退开 让出了很大的一个空间 好家伙 这少年看起来年纪不大 居然已经是天脉舞者 而且天原力凝聚不少啊 他们看不出其余几个人的修为 不过灵霄既然已经出手 还是能猜出个大概的 那少女的保镖 似乎也是天脉舞者 唉 这年头的年轻人 真是不得了啊 是啊是啊 围观的人颇为惊讶 灵霄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 那少女的保镖 也就二十多岁 这样的年纪 就能达到天脉舞者水平 即便是在神皇大陆 那也绝对算是相当厉害了 你居然敢还手 那少女被灵霄一击打伤 脸色惨白而又猙獰 目光阴冷地盯着灵霄 愤怒不已 她敢在这里闹事 自然有所倚仗 以前欺负那些 从天龙大陆逃难来的武者 从来没有人敢还手 杀了人也就杀了 屁事没有 可今天却遇到了这么一个 不知道身前的家伙 竟然敢伤她 白痴 你家里人没交过你出门 不要随便得罪人吗 你都要杀我了 难道我还跪求你杀不成 简直蠢得一无是处 林霄听到这话 真是有些哭笑不得 这少女多半是出生 在一个大家族 不然的话 绝对不可能浇灌成这样 算了 看在你是个白痴的份上 今天的事情 我不跟你计较了 现在赶紧管 可恶 跪下 少女怒喝道 你说什么 林霄突然向前走了一步 恐怖的杀戮意志 布满了整个成衣店 令所有人都经不住 打了个哆嗦 那三名少女的保镖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林霄释放出来的杀意 让他们也感觉到 很不好惹 然而那少女却跟个白痴一样 依旧在那里叫嚣 我让你跪下 自己废掉自己的武功 然后滚出神皇大陆 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死的 她在这神皇帝国 还从未受过如此委屈 今日竟然被人打伤 如何能够善罢甘休 更何况 打伤她的 居然还是一个 天龙大陆来的废物 简直可笑之极 罢了 既然你父母不肯教你怎么做人 今天我就帮他们一次吧 林霄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地忍让了 可是对方依旧是得寸进尺 完全没有和解的意思 竟然还让她跪着自废武功 这要是在天龙大陆 她根本不会废话 直接一箭就杀了 现在虽然不想把事闹大 可不动手 绝对不是她的风格 辱人者 人恒辱之 林霄抱贺一声 双掌齐出 并没有用什么武技 光之力缠绕在双掌之上 直接就拍了出去 住手 三个保镖虽然忌惮林霄 可此时却也不得不出手了 这少女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三个绝对性命不保啊 三人纷纷拔出武器 都是长剑 三把剑刺向了林霄的双掌 风锐 犹如三条恶狼的獠牙一般 双方终于交手 不管是成衣殿内 还是外面大道上的人都 纷纷围了过来 新到这天龙大陆过来的人 也并非都是无能之辈 这少年被少女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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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于还击 这才是男儿所为 想必肯定也不是简单人物 否则的话 断然没有这么霸道的 滚 面对那挡路的三个保镖 林霄根本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天人静之下 她早已经没有敌手 对方修为虽然与她相仿 可是武魂和内力都相差巨大 根本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哄 指一声 光芒骤闪 仿佛小型的太阳炸裂一般 那三个保镖就直接倒飞了出去 一个跌落到了大路之上 两个撞在了成衣殿的建筑物上 将墙壁都给撞穿了 成衣殿老板 那叫一个浴库无泪啊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骇不已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71章 清虚弟子 动手的这少年 不过区区十五六岁的年纪 可是手段却如此高明 没见他用什么武技 居然就将那三个修为相当的武者 给打成了重伤 这要不是天才 谁信啊 看来天龙大陆上 也并非外界传言的那样 都是废物 那边同样是有天才存在的 少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三个狗腿子重伤不起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又是惊恐 又是愤怒 又是困惑 你 你怎么敢 少女一边后退 一边战战兢兢 浑身都在颤抖 他忽然想起 家中曾有人告诫过他 出门在外 千万不要太嚣张了 不然踢到铁板 可能连小命都不保了 现在你还要让我 跪下自费武功吗 林霄一步步走向了那个少女 脸色冰冷无情 他不喜欢仗势欺人 更不愿意欺负比他弱小的人 可如果有人要来欺负他 对付他 那对不起 他从来都不会心慈手软的 当初贱王宗杀了他神剑门的人 他就将贱王宗的内门弟子 几乎突入一境 这就是他的风格 在这个并不安稳的世界里 多余的人词 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 至于道理 他已经讲过了 只可惜 这个刁蛮任性的女人 根本就不听 反而得寸进尺 不仅要杀他 更要他自费武功 如此折辱他 他焉能不怒 既然怒了 那总要做点什么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 可不是他不懂得手下留情 而是有些人 根本就不值得手下留情 站住 你不能杀我 你可知道我的身份 少女扑通一声 跌坐在了地上 心中恐慌之急 他本以为 自己带了三个天脉舞者 做保镖 已经足够了 反正此处是神皇帝国的皇城 也没人敢真得对他出手 然而他哪里能够想到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居然真得遇到了这种人 我对你的身份 没有一点兴趣 灵霄淡淡道 我只知道 你今天惹毛了我 就不会善了 他怕过谁 当初在天龙大陆的时候 还不是敢跟圣子对着干 甚至就连圣帝也被他对过 今天没有下狠手 是因为身边带着其他人呢 否则只有他一个人 他真得是谁都不拒 就算这女孩背后势力再大 抓不到他 那也是白大 你想怎么样 少女真得是慌了 眼前这人 完全就是尤言不尽 你刚刚好像让我自废武功对吧 你 你难道想要废掉我的武功修为 不 你不能那么做 你根本不知道 那么做的后果 少女一边朝后面爬着 一边大声叫着 废掉你 那是对你好 省得你以后出门招惹到 比我狠的人 连命都保不住了 灵霄冷冷说道 他决定了的事情 没人可以改变 废掉这少女的修为 在他看来已经是轻了 你敢废我 信不信我让你从此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把你身边这些人送去充卷 男的做奴隶 女的做军纪 少女突然发起狠来 这样的话 你真得不应该说的 本来我还想着看你可怜 是个白痴 一时心软 就不费你了 但你这番话 让我连杀你的心都有了 灵霄最讨厌别人拿自己的朋友亲人 来威胁自己 不要 你要干什么 你站住 看着灵霄一步步靠近自己 少女只剩下惊声尖叫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威风 朋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何必欺负一个小姑娘呢 就在灵霄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灵霄的必经之路上 速度很快 修为比少女的那三个废物保镖强不少 这个身影 很快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是一个身穿绫罗的女子 鸟鸟身姿 颇为动人 她的身后跟着两个丫鬟 手里头 捧着刚刚买来的新衣 想必是一直都在二楼待着呢 所以 之前发生的事情 她都看在眼里 别觉着这小小的成衣店 就不能吸引厉害的人物前来 要知道 这成衣店的货品之齐全 甚至比皇城内的很多店铺都要厉害 尤其是从天龙大陆那边进口过来的灵罗绸缎 更是深得神皇帝国的皇室贵胄喜爱 所以 这里出现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并非不可能 灵霄眼前这个女人 比那少女要年长许多 约某二十多岁 雍容华贵 颇有几分才女的感觉 这不是清虚学院的凤嫣然吗 她居然来这里闲逛 今天这解气的好戏 怕是没机会看了 是啊 那刁蛮女仗着自己的身份 从来都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真得是恶人还须恶人魔 只可惜半路杀出个凤嫣然 这事就没办法搞了 对 那年轻人再厉害 她也得罪不起清虚学院 不过这凤嫣然 还真得是让人赏心悦目啊 长得漂亮不说 还那么有气质 最厉害的是 听说她还是清虚学院 除凤班的人 嗯 这清虚学院除凤班 不过三十人 绝对是清虚学院的精英了 招惹他们 那除非是贤命太长了 似乎只要是熟悉神皇大陆的 都知道清虚学院的厉害 既然清虚学院的人出面了 那谁还敢乱来 这凤嫣然明显与那少女认识 所以才出手护着 尽管在场的人 都不怎么喜欢那少女 可那又如何 这少女的身份 可是非常尊贵的 就算是清虚学院的凤嫣然 也一样要出手帮她 这就是身份和地位高贵的好处了 林霄淡淡看着凤嫣然 不可否认 这个女人很是漂亮 拥有一股非常吸引人的气质 但对她来说 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别说跟月女 林依雪相比了 就算是跟鸡明空相比 也是相差不少的 鸡明空好歹曾经是圣子 那种气质 真得不是这什么凤嫣然能比的 或许是见得美女多了吧 林霄这方面的免疫力 也变强了很多 看着凤嫣然 她的表情非常淡然 你要拦着我 林霄皱了皱眉问道 凤嫣然多少有些气馁 看着林霄身边的阴阴艳艳 她原本的自信变成了尴尬 真有一种想要马上从这里离开的冲动 美貌和气质 真得是需要对比的 这一对比 差的一方就更加明显了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走 因为身后的少女 要是真被废了 就要出大事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72章 当你免废 兄台听我一句劝吧 废了她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的 凤嫣然这番话 虽然看似是在商量 实则语气之中 却透着强烈的警告与威胁 甚至还有点命令的意思 似乎只要她出面了 林霄就必须得按照她说的去办 不容有任何质疑 不费她 对我就有好处吗 林霄反问道 语气中透着讽刺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即便她今天不动这个少女 这少女还是要来报复的 而且可能会报复的更加干脆 更加狠毒 那她还不如提前收点利息 凤嫣然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她愣了一下 直接回避了这个话题 而是说道 你今天废了她 不仅会得罪她 还会得罪我们清虚学院 你真的要那么做吗 威胁我 林霄冷声问道 你觉得是就是吧 我在清虚学院 好歹还是有些分量的 相信会有不少人 愿意为我出头 凤嫣然威胁的意味更浓 我最讨厌被人威胁了 林霄冷冷说道 你知道得罪我会是什么下场吗 此言一出 围观的人又一次愣住了 这小子也太狂了吧 居然敢不给清虚学院女神 凤嫣然的面子 要知道 凤嫣然虽然实力 在除凤班 算是最差的一个 但是她的美貌 却吸引着众多除凤班的人 为她赴汤蹈火 得罪这个女人 就等于得罪了一半除凤班的精英啊 林霄对于旁人的想法 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很清楚 自己在做什么 她已经考虑过所有的后果了 归根结底 如果不给那个少女一点颜色 对方只会更加得寸进尺 无休无止了 这也是她一路走过来的经验 得罪你 我并没有打算得罪你 凤嫣然愣了一下摇头道 然而事实上 在我的朋友被打落楼梯的时候 你并没有出言阻止 在我被这女人用飞刀扎的时候 你也没有出言阻止 在她让我跪下自费武功的时候 你同样没有出言阻止 你既然要做个看课 就应该学他们那样 遵守看课的规矩 乖乖站在一片看热闹就是了 为何要在我教训这个女人的时候才出现 你是不是觉得 我没有地位 没有事力 只是一个从天龙大陆逃难过来的废物 所以就算死了 也没有任何可惜的 或者说 救了我这个废物 对你也没有丝毫的好处 灵霄的话 质地有声 在这之前 他们觉得灵霄有点过分了 那么一个大美女 出面让你停手 你就给个面子嘛 也没什么损失 可是听完这番话 他们忽然发现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 仔细想想的话 这凤嫣然 真有点拍那少女马屁的嫌疑了 典型的双标狗啊 凤嫣然说自己并不打算得罪灵霄 然而实际上 她这样一番举动 恰恰是打算 站在与灵霄的对立面上 滚开 鸡鸣空突然出手 一箭刺向凤嫣然 凤嫣然脸色大变 急忙躲闪 就是这个时候 灵霄走了过去 轻轻在那少女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人 真得不能太嚣张了 啊 凄厉地惨叫声 在成衣店里响起 整个店铺 以及嘻嘻嚷嚷的人群 仿佛被施了定身法 瞬间完全安静了下来 少女的脸上 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表情 不 你废了我 你真得废了我 她竟然真得被废了 而且是那么的容易 体内的真元丝毫不存 就连五脉 也几乎倒退到了原始状态 一切只能从头开始 所有人都傻眼了 他们真是没想到 灵霄居然真得赶废了 那个少女 而且没有任何的犹豫 那少女 可是兵凤族的天之娇女啊 真正的千金之躯 就算是帝君 对她也是疼爱有加 然而今日 她居然被人废了所有的修为 凤焉然也被吓了一跳 这少年居然真得做了 她真就不怕兵凤族报复吗 你这个做法 真得非常愚蠢 金明空逼退了凤焉然之后 就没有再出手 所以凤焉然才有机会 说出这么一句话 她的身躯在颤抖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折了一般 原本雍容华贵的气质 也在这一刻 有了些许的崩溃 你说的聪明做法 难道就是 任由她杀了我吗 灵霄看都没有看凤焉然一眼 这种女人她见得多了 简直不值一提 自以为有几分美貌 便可以号令天下男人 真是可笑之极 没错 即便她要杀你 你也应该跪着让她杀 这样好歹能保住 你几个朋友的性命 更何况 她根本没能力杀你 凤焉然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她也信凤 和那少女一样 同样是冰凤族的人 是属于皇姓 同样从小被娇生惯养 同样是人命如草剑 在他们面前 只有皇室的人 才算是人 其余的 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杀死的玩偶 哈哈哈哈 灵霄怒急返笑 对不起啊 真得是 没有你那么聪明 浓浓的嘲讽 夹杂在她的话语之中 她真得对这个叫凤焉然的女人 厌恶到了极点 甚至不亚于对那个少女的厌恶 我说你愚蠢 那是因为 你终究还是惹下大祸 你来神皇大陆 应该是为了避难吧 却一来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这个代价 你承受不起 凤焉然冷冷道 错 大错特错 灵霄摇了摇头道 之前说过的话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 废了她 跟放过她 似乎结果并没有任何区别 区别只在于 废了她会让我觉得很痛快 很爽 不用憋屈的像个乌龟一样 到头来 还是要被人宰杀 没错 既然躲不过 又何必逃避 如果结局都是死的话 站着死 也比跪着死更舒服 金明空也朗生说道 她从头到尾 都没有阻拦灵霄 就是因为 她觉得 灵霄做的没有错 很有勇气的说法 但是废了她的代价 你们根本承担不起 死一个人 和全部死光 还是有区别的 凤燕燃淡淡看着灵霄说道 原本我还打算 等你死了之后 尽可能确保你的这些朋友活着 但现在 我也不能帮你了 如果她的家人想要的是一具尸体的话 那我不介意再帮帮他们 灵霄冰冷的声音 透着强烈的威胁意味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73章 出手清朗 拥有光影傲义的灵霄 想要在别人杀死之前 将那少女做掉 那是绝对做得到的 她的声音很平淡 可是话里头 透出来的强烈威胁意味 却让人不寒而栗 围观的那些人 对此深信不疑 而凤燕燃 更是感觉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无奈 面前的这个人明明秀为不高 明明就是个无名之辈 甚至只有十五六岁 可是判断问题 甚至说话都能正中要害 简直好像掌控一切的主宰 令人感觉很不舒服 你的意思是 废了我还不够 还要杀了我 那个少女颤抖着问道 哼 似乎被废之后 你倒是变聪明了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听得很明确 灵霄微微一笑 看着那少女说道 这少女做得最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明明自己实力不行 那目中无人 喜欢招惹是非 仗着自己有点家世 便胡乱去招惹别人 大多数人可能会因为 忌惮她背后的势力 而对她有所忌惮 可如果遇到的是一个疯子呢 一个像灵霄这样 一路靠着杀戮走过来 从来就没害怕过谁的疯子 那这少女基本离死不远了 不管她是谁 凤妍然冷笑道 你现在狂妄 无非是不知道她是什么人罢了 如果你真知道她是谁 我相信 你一定会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她死死盯着灵霄 希望从灵霄的脸上看到 哪怕一丝恐惧和慌乱 那样的话 她心里头或许会舒服一些 少女也看着灵霄 甚至心里头幻想着 当她说出身份之后 灵霄惊慌失措地给她下跪的场景 那个时候 她一定不会饶了这个家伙的 要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然而 她们注定都是 要失望的 不等她们说出少女的身份 灵霄就开口了 以为我跟你一样蠢吗 这飞到的刀柄上刻着凤子 而且周围是冰凤族的图案 我会不知道她是冰凤族的人 灵霄不懈地将手中的飞刀扔了出去 正好插在了少女的身旁 吓得那少女又是一颤 身为冰凤族的人 不知道维护皇室的威严 却在外面耀武扬威 仗势欺人 这跟一条仗着人似的狗 究竟有什么区别 冰凤族应该为由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 而感到羞愧 灵霄的声音在诚意店内回响 很多围观的人 其实都激动地想要鼓掌 只是他们不敢那么做 他们可没有灵霄那种胆子 只能一辈子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受了别人的欺负 也只能低着头 不敢吭声 女儿被抢 儿子被杀 也只能痛哭流涕 却不敢反抗 这就是他们的日子 因为他们胆怯 他们不敢得罪皇室的任何一个人 少女的脸色一片惨白 她意想中的梦境破碎了 羞辱灵霄的画面 被这番义正言辞的言论彻底击溃 她是一条仗着人尸的狗 这简直就是最严重的羞辱 凤燕燃脸上 也是不断变化着表情 时而惊讶 时而愤怒 时而有困惑不解 虽然这个少年说的都对 可是这样的话 平常哪里有人敢当着他们这些族人的面说 这真得是一个疯子吗 未必 现在已经快到改选的日子了 如果他们冰凤族 因为今天的事情对灵霄大动干戈 那么最后高兴的 绝对会是火凤族 冰凤族将因为一个愚蠢的少女 而毁掉下一次的竞选 彻底败给火凤族 那样的话 事态可就严重了 这个少年是看穿了这一点吗 所以才会如此有恃无恐吗 他难道是火凤族的客亲 哪个混蛋敢废了我女儿 老子杀他 就在凤燕燃心中 犹豫着 是不是要亲自动手制服灵霄的时候 一个犹如炸雷般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然后就看到一个 身披甲咒的中年男子 冲进了成衣殿 身后还跟着两个同样 身披甲咒的舞者 爹爹 是他 是那个小子 废了我的修为啊 看到自己的父亲感到 少女仿佛是遇到了就行 指着灵霄大叫了起来 那中年男子虎躯一阵 看向灵霄 一股恐怖的气息释放出来 天人静九中天后七修为 这种修为 绝对是灵霄无法应对的 他不由皱了皱眉 轻轻摸了摸手上的储物件 准备跑路了 打不过就跑 这没什么丢人的 能在高手的追杀中 安然无恙 这本身也是一种本事 狗东西 敢伤我女儿 今天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那中年人暴怒之余 根本就不可能讲道理 这种情况下 换了灵霄也不会讲道理 人在暴怒的时候 可没什么理智的 中年人从储物界里 取出了一杆长枪 而后咬指灵霄 更加恐怖的气息迸射出来 直指灵霄 一时间 整个成衣殿都变得压抑非常 死人应该是战场上杀敌的老手 那杆长枪之下的亡魂 只怕没有一万 也有成千了 凝聚出来的血腥气 真得是让很多人难以承受 嘘 多看热闹的人都 纷纷后退 距离战斗 爆发的地点更远了 灵霄感觉自己的呼吸有些困难 就仿佛是胸口上 压了一块万斤重的巨石 简直难受得要死 对方的强大 真得不是他能够立敌的 不过他的脸色 依然平淡 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恐 或者畏惧 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应该明白 我刚刚说过的话 有多正确了吧 你们几个 一个也活不了了 冰冷的声音 从凤燕燃的口中传出 他的眼睛仍旧盯着灵霄 希望可以看到灵霄表情的变化 如果能够表现出恐惧 或者惊慌失措的样子 那他心里头将会非常满足 我已经说过了 即便是死 也要站着死 有些事情 做过就做过了 后悔有个屁用 坦然面对就是 灵霄不屑地说道 人如果被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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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还甜不知耻 那活着如同行尸走肉 不过要说后悔 还是有一点的 凤燕燃脸上一洗 终于 对方果然还是害怕了 然而灵霄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差点一口唾沫 憋死自己 我只后悔 没能干净利落地杀了那丫头 费人修为这种事 太麻烦了 还会留下后患 灵霄淡淡说道 平静的就好像什么事情 也没有发生似的 就好像面前并没有人 威胁到他的性命似的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八百七十四章 神皇之子 哼 就算你现在下跪求饶也没用了 惹恼了老子 不把你们几个全都料理了 老子脱了裤子 绕着皇城跑十圈 中年人冷哼一声 杀意更浓 眼前这年轻人 费了自己女儿的修为 居然还表现得如此淡定自若 这让他觉得很不爽 很不痛快 有些话 还是不要乱说的好 堂堂神皇帝国的将军 兵凤族的皇族 如果绕着皇城裸跑 我相信 一定会有很多人乐意去看的 灵霄微微一笑 脚下 已经迈开了一个古怪的步子 背后 隐隐有黑白两种光芒出现 当中年人还在愤怒着 如何处理眼前这个嚣张的年轻人的时候 灵霄却突然动了 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 中年人甚至没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 她的女儿就到了灵霄的手里 冰冷的剑锋 横在了那少女的脖梗之上 臭小子你住手 中年人顿时慌了 凤燕燃更是震惊了 灵霄的速度之快 就算是天人静十方天的舞者 也未必能比得上 难怪这小子如此猖狂 他要逃跑 谁拦得住啊 老狗你听着 让我放你女儿也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的话 我敢保证 你女儿一定死得比我早 灵霄冷声说道 我去 这小子真可以啊 居然敢跟这位大人这么说话 厉害 换了我 早就吓尿了 你也没他那种速度 围观的人 感觉这一幕很是过瘾 因为他们也曾幻想过 可是当面对这条老狗 放了他 不然我让你死无全是 中年人咆哮道 哼 居然还敢在我面前耍威风 灵霄手上的剑稍微用了一点力气 那少女的脖子便被划破 别 别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中年人虽然恨不得一掌拍死灵霄 可是眼下还是女儿的性命更加重要 马上给我滚 最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等我安全之后 自然会放了你女儿的 灵霄冷冷说道 这不行 要我怎么相信你 中年人摇头道 我就在这皇城之中 杀了他 对我有什么好处 灵霄淡淡道 走 中年人犹豫了片刻之后 最终选择了离开 不过刚走出去一步 就听到灵霄的声音 在后面传来这位将军 别忘了你之前发下的誓言 最好脱掉裤子 绕着皇城跑一圈 可别让大家耻笑 你敢说不敢做 哼 事情还没结束呢 中年人自然不会真得那么去做 他们这种人说话发誓 向来就跟放屁一样 你也滚吧 那中年人离开之后 灵霄就将那少女扔了出去 你放了她 就不怕那人又过来找事 鸡鸣空疑惑地问道 她没那个胆子 灵霄冷笑一声 她现在最擅长的 可不是武学 而是灵魂力 那少女已经被她打上了灵魂印记 只要她愿意 那少女随时都可能发狂而死 虽然不愿意 用这么狠辣的手段 可必须得提防 那中年人找麻烦 毕竟 这里是别人的底盘 对敌人很毒一些 就是保护自己 说完话 灵霄又看向了凤年燃说道 你还不滚 留在这里干什么 想要我谢谢你吗 你敢让我滚 凤燕燃愣了一下 她还真没想到 灵霄会这么说 让你滚就滚 哪儿那么多废话 区区一个两一天前妻的舞者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说话的一瞬间 灵霄头顶显出世界之眼 恐怖的灵魂力倾吐出来 在山河意志的威压之下 凤燕燃竟然发现自己害怕了 就在这时 鸡鸣空又一次出手了 不过没有用剑 而是一脚将凤燕燃踢飞了出去 我去 这几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连清虚学院的凤燕燃都敢穿 那小子有点邪门 好像是个灵魂力的高手 那位漂亮的姑娘 实力居然不输给凤燕燃啊 这都什么来头啊 旁观的人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来皇城这么多日子了 他们还从未见过 清虚学院除凤班的人 会被这么直接踹出去的 咱们也走吧 你们几个衣服都换好了吧 灵霄并没有逃走的打算 好不容易来到了神皇帝国的皇城 他还真打算进去看看情况 整个神皇大陆上 两大学院都坐落于这皇城之中 足见这座皇城有多么强大了 他来神皇大陆 为的就是提升修为 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 这两大学院 无论如何都是要选择 奇异加入进去的 换好了 出发吧 看到那些人狼狈的样子 照刺之前被打的阴霾 也是一扫而空 他毕竟是个舞者 只是从二楼摔下来 还不至于有多大的问题 换上了新衣的众人 终于不会被误认为乞丐了 看起来就像是游历的舞者 城门古朴厚重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昔日的圣城 也有这样一扇门 只可惜如今已经化为废墟了 这门无论如何强韧 还是不如舞者的实力强悍 所以想要守住江山 实力才是最关键的 别的任何东西 不过都是虚的 躲开 正准备进入城门的时候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爆喝 一道七彩霞光 几乎贴着地面飞来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这道七彩霞光正对着灵霞扑了过来 不过应该不是要攻击他 只是借路 灵霞没有躲 他定睛看去 此人背上伸着七彩的羽翼 身后拖着七彩流光的肠胃 简直像是一只孔雀 飞行途中 七色的流光飞舞 地面上的尘土被掀了起来 靠近他的人都被纷纷震飞了开来 哈哈 过瘾 阴天侠 你小子终究是不如我快 这人哈哈大笑着 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似乎要从灵霞的身上 直接转过去 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道身影 飞行之中 却是雷声轰隆 背后双翼 也是呈现出幽蓝的闪电之色 看起来极为拉风 那应该就是这只孔雀口中的阴天侠了吧 是凤楚榜上排名前十的孔雀皇子孔赫 跟雷鹰皇子阴天侠 人群中传来了惊呼之声 跟天龙大陆一样 神皇大陆上也有年轻天才的排名 只不过 范围更广一些 凤楚榜上排名前十的几个年轻人 都被称之为皇子 全称是神皇之子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八百七十五章 储君隐山 转 凌霄瞳孔猛地收缩 一股强悍的灵魂力释放出去 空间仿佛被扭曲了一般 不 是真正被扭曲了 孔雀皇子孔赫 原本直直朝着他撞了过来 然而靠近的时候 却明显绕了一圈 从他头顶绕了过去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这孔雀皇子 不愿意伤到他 只有凌霄和他附近的 姬明空等人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那孔雀皇子恐吓 回头看了灵霄一眼 眸子中透着几分不爽和惊讶 但随即还是转身飞走了 神皇大陆上的族群 与人族不同 他们基本上出生之后 过一段时间 就能飞行了 当然 需要变成鸟形态才能飞行 只有修为达到天人境的时候 才能够渐渐在半人形态之下飞行 这就是比天龙大陆的人类 更有优势的地方了 不过战斗的时候 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血脉之力跟武魂非常相似 事实上 人类的武魂 就是人亡 根据这妖族的血脉之力创造出来的 甚至可以说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毕竟武魂的多变性 比血脉之力更胜一筹 孔雀皇子好生威风 不愧是凤雏榜榜上排名前十的人物 不管是实力还是气势 都是一等一的 人群看着孔雀皇子远去 都是羡慕不已 玄界之中 以武为尊 所以 无论是那个族群的人 都会以拥有强大的实力为荣耀 强悍的武者 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会受到人们的敬畏 恐吓 我是不屑 与你比速度 否则你们孔雀一族 是没法跟我们雷鹰一族相提并论的 孔雀皇子刚刚飞入城中 那夹杂着雷光电火的一道人影 也窜了过去 惊得众人不得不捂住双耳 那当真犹如炸雷一般 神皇大陆上 只有凤雏榜榜排名前十的高手 才有资格被称为皇子 这十大皇子 火凤族和冰凤族 各占了两个 冥凤族也占了两个 其余孔雀族 雷鹰族 大鹏族 朱雀族 各占其一 冥凤族在神皇大陆上的地位 比较特殊 他们曾经意图谋反 最后被击败 从此被剥夺了竞选帝军的资格 所以现在提起凤族 人们大多知道 火凤族和冰凤族 对于隐居山林的冥凤族 并不是很清楚 听说天龙大陆那边出了大事 再加上帝军改选即将到来 所以 十大皇子全部抵达了皇城 这下子热闹了 是啊是啊 刚刚听说外面成衣殿中 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少年 竟然将清须学院除凤班的凤燕燃 都给打了 不止呢 他们还把凤族的一位千金小姐给废了 这么厉害 是啊 肯定是大有来头的人 估计这段时间 皇城会非常热闹 咱们这个时候来这里 真得是来对了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凌霄只是微微一笑 十大皇子的总体实力 虽然比天龙大陆上的二十千交要强不少 但是圣子鸡明空和他 以及秦碧穴 魔无伤 白千交 红礼 龙臣这几个人 还是绝对有资格去与他们拼一拼的 尤其是 他跟圣子鸡明空 如果愿意的话 争夺一个皇仔的名额 也不是不可能的 继续走吧 见识了孔雀皇子和雷鹰皇子的实力 灵霄心中陡然充满了一种斗志 现在的他 不是这两人的对手 不过再过一段时间 那就未必了 此时的皇宫大内 这是神皇帝国的权力核心 更是整个神皇大陆的权力核心 虽然神皇帝国尚未统一神皇大陆 不过他们绝对是神皇大陆上最强 最大的国度周边的小国基本上都要给他们朝贺纳贡 皇宫算是一个城中城了 其巍峨和浩瀚的程度 比之内城和外城都要更强烈一些 不断声腾的王者气韵 让人一看就知道 那里住的是什么人 皇宫大内戒备森严 守卫的实力都是非常强悍 普通的武者想要闯入 那真得是比登天还难 这皇宫又分成了火粪宫 兵凤宫以及帝君宫 后宫四个布局 火粪宫和兵凤宫中居住的自然是两位储君 也就是有可能继任帝君的凤隐山和凤鸣奇山 储君的安危极为重要 传言这两座宫殿的防卫 有名案各亦迁道 想要穿过这层层关卡 抵达中枢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时火粪宫中 凤隐山正坐在书案之前批阅一些奏章 看似普通的着装以及温文尔雅的样貌 都让这位储君殿下看起来很是平易近人 然而他的眸子之中却透着睿智和深邃 仿佛一眼就可以看穿一切 奏章之中的一些难题 在他的智慧之下轻易解决 按照神皇帝国的规矩 部分不涉及到国本的奏章 是可以交由两位储君来批阅的 这样可以为他们成为帝君做好准备 但不涉及国本就不代表简单 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 反而处理起来更加麻烦 这也是考验储君的能力 此时 门外飘来一阵相风 凤隐山微微皱了皱眉 旋即又露出了些许笑意 咯之一声 门直接被推开了 外面走进一个女子 那阵阵相风便是从她的身上传来 凤隐山抬头微微一笑 如同春风般令人舒服 隐山哥哥 你得替我做主啊 女人一进门 就气鼓鼓地双手插腰说道 此女正是凤燕燃 此时的她 完全没有了那种高雅与华贵 反而像是林家小妹妹一样 先坐下吧 说说看 谁敢得罪我们家的小公主啊 是那个孔雀皇子 还是那个雷鹰皇子 这两人今天刚到皇城 你又去了皇城外园 不会真被他们欺负了吧 凤隐山笑了笑 放下了手中的笔 抬头看向了凤燕燃 才不是呢 凤燕燃在自己的堂兄凤隐山面前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连性格都变了 估计这是感情真的好吧 哦 文兄猜错了 凤隐山倒是有些意外 基本上 这皇城内外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线 关于孔雀皇子和雷鹰皇子 今天到的事 他前些日子就已经知道了 难道还有他不知道的事 除非是刚刚发生的 眼线还没来得及回报 隐山哥哥你是厉害 不过这件事情绝对猜不出来 是跟天龙大陆的一些逃难无者有关的 凤燕燃笑着说道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76章 神皇学院 凤燕燃突然神秘了起来 似乎还想考考自己这位堂兄 你说的那人 不会叫灵霄吧 凤隐山眉毛一挑 突然问道 啊 凤燕燃忙捂住了嘴巴 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堂兄 那个少年的名字 可是他辛辛苦苦才打听到的 没想到自己的堂兄 在这神功之中 居然也能知晓 你也不用惊讶 凤燕燃笑了笑道 天龙大陆 与咱们神皇大陆相距最近 实力也最接近 这些年 神皇帝国一直有意进入天龙大陆 扩展领地 虽说因为内乱 一直没能实施 但资料倒是调查了不少 这个灵霄影山哥哥 你还知道什么吗 凤燕燃急忙问道 他可是天龙大陆的天选之子 传言真魔帝国的瘟疫魔王 和恶兽魔王都被他所杀 而且是真得杀了 并非封印 凤影山娓娓道来 另外 在圣巢五道季决赛上 灵霄更是一件击退阴阳魔王 和电光魔王 保住了圣巢的血脉 这么厉害 吹的吧 就凭他的实力 凤燕燃简直无法相信 并非吹嘘 这些事情都是有人亲眼所见的 应该不假 凤影山摇了摇头道 其实还有一件事 你或许会更惊讶 还能有让我更惊讶的事情 凤燕燃纳闷地看向了自己的堂兄 你可知道 这个灵霄是谁的儿子 他是谁的儿子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凤燕燃完全失去了兴致 仿佛早就知道凤燕燃会如此 凤影山微微笑道 如果为兄告诉你 他是姬夫林和于玄月的儿子呢 什么 凤燕燃猛地抬起了头 惊讶中又透着几分高兴 现在明白了吧 以后不要再招惹他了 要跟他好好相处 对你没有坏处的 凤影山笑了笑道 要是我早知道这件事 断然不会跟他为难的 没想到 没想到啊 这灵霄居然是那两位的儿子 那两位可是咱们凤族的大恩人啊 凤燕燃苦笑不已 这个事情 你知道就好了 不要告诉别人 至于凤明君中和凤明玉 维兄会派人提醒他们的 凤影山脸色忽然变得严肃了起来 现在神皇帝国的气氛有些古怪 维兄总感觉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多这么一个变数 或许对咱们来说都有好处 凤燕燃无奈道 可是灵霄把凤明玉的武功给废了 凤明君中 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呀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只要不是死了 这就不算大仇 那个凤明玉平日里嚣张惯了 这就算是一个教训吧 对他反而是有好处的 明白了 尹山哥哥 灵霄自然不会知道 火凤宫中的这次谈话 更不会知道 自己就是鼎鼎大名的余玄月和姬福灵的儿子 不过即便知道了 他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反应的 这一年多时间里 他成熟了很多 不再是那个受了委屈 就哭爹喊娘的孩子了 一行人入城之后 就直奔神皇学院而去 之所以首先选择了神皇学院 而不是清虚学院 那是因为 吴祥曾经就是在神皇学院学习的 而吴祥让他找的那个凤明晓 或许跟这座神皇学院 依然有某种关系 神皇学院的规格 仅次于皇宫大内 微额微严 学院门前 是宽阔的广场 广场上站着一些人 三五成群地聊这些什么 看起来表情中都透着几分激动 又有几分紧张 估计跟林霄他们一样 也是来着神皇学院求学的吧 神皇学院的正门上 是巨大的青铜门扇 两扇门展开 足足有二十多米 看起来十分威风 此时大门敞开着 旁边是一块巨大的石碑 上面龙飞凤舞的 刻着四个大字 神皇学院 这四个字 霸道无匹 传闻是神皇帝国的 第一任帝君亲笔所书 透着 强烈地舍我其谁的霸气 每一个字 都透着一股子强势 林师兄 我有点担心 或许是因为那石碑之上 透出的强大的灵魂威压 导致修为最弱的赵慈 竟然有些恐惧 不用怕 最差的情况 就是进不了这神皇学院嘛 林霄笑着安慰了他一句 而后灵魂力包裹了他的身体 屏蔽了那石碑之上霸道的气息 这才让赵慈稍微舒服了一些 广场之上 有几位身穿神皇学院服饰的舞者 坐在石桌之前 对每一位前来求学的人进行简单的考核 神皇学院的门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否则的话 还真装不下 考核成绩分为两种 一种是没有推荐性和介绍性的 要求会非常高 另外一种 就是有推荐性和介绍性的 要求会降低很多 这叫破格陆入 别人也没什么好说的 林霄他们是没有推荐性的 自然要求会更高一些 不过在林霄看来 他们这几个人 进入神皇学院 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前提是 这个测试要公平 经过测试合格的人 便可以登记自己的名字 以及其余信息 然后领取学员牌 这就算是成功进入神皇学院了 自然了 进入只是一个开始 并非万事大吉 因为神皇学院和清虚学院 每年都会进行考核 表现不佳的 会被勒令退学 这也是给更优秀的舞者腾位子 嘎 突然 一声鸣叫自天空传来 竟然是一只浑身火红的凤鸟 这凤鸟传闻是凤凰的近亲 但是无法化为人形 一般都是 被当成坐骑来使用的 然而这价格却是非常昂贵 若是没有足够的零食 想买到根本不可能 那威风凛凛的凤鸟 落在了广场之上 从上面跳下来一个少女 竟然是之前被灵霄 废去了修为的凤鸣玉 不过让灵霄惊讶的是 此时的凤鸣玉修为 居然完全恢复了 不仅如此 而且还更加精进 有意思 这神皇大陆 果然高人不少啊 竟然能够直接恢复 这凤鸣玉的修为 灵霄喃喃自语道 不是他们厉害 是你手下留情了 若你毁了那丫头的五脉 就算是大罗神仙 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鸡鸣空冷冷说道 一旦成了死仇 就解不开了 灵霄之所以 没有下那么重的手 自然是有原因的 他不想 这么快就跟谁结成死仇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八百七十七章 废物与狗 你果然想得更长远 我是自然不如啊 鸡鸣空愣了一下 稷儿苦笑起来 他一直以为 灵霄就是一个貌食鬼 胆大妄为的疯子 不过现在看起来 似乎这理解有误啊 既要报仇 又不能结成死仇 在那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想到这么多 这可是很不容易的 好家伙 居然买得起凤鸟 这女孩来路不简单啊 人群之中 有很多人都看着凤鸣玉 露出了极度和羡慕的表情 小月儿 听说你没事了 真是太好了 到底是谁欺负了你啊 给我说说 我帮你去收拾它 凤鸣玉刚刚将凤鸟收起 便有一个少年 脚踏金雕而来 这应该是凤尾金雕 传闻中与凤鸟杂交的品种 价格同样昂贵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这少年也不简单 这不废话吗 神皇学院早在一百年前的时候 还只招收皇家子弟呢 后来才开始扩招 但凡有特殊资质 堪称天才的少年舞者 都有资格进来学习 皇家学院 就是非同凡响啊 有资格 进入这学院的 不是皇家子弟 就是妖孽天才 要能进去 就算修为不提升 结交几个朋友也好啊 议论声中 林霄却只是微微一笑 鸡鸣空 我以前觉得你不过二 但是跟这些人比起来 你倒算是不错了 林霄 能不能别总挖苦我呀 这一路上 竟拿我开玩笑来 鸡鸣空很想生气 可是在林霄面前 他真得生不起气了 他欠林霄的太多太多了 虽说他这性格 依然是霸道自我 甚至有些孤傲 可是却并非一个 无情无义之人 林霄救过他的命 也救了他哥哥鸡鸣风 甚至还有太上圣地 以及刚刚驾崩不久的圣地 所以对于林霄 他总有一种特殊的愧疚感 好了 不欺负你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到了这里 就把身份放下来吧 好好修炼 只要实力强大了 即便你不是圣子 也没人敢小瞧你的 林霄微微笑了笑 这一点 他是深有感悟的 曾经的他 就是被人瞧不起 被人鄙视的那种人 然而今时今日 最起码在天龙大陆上 很少有人敢瞧不起他了 多谢 机明空点了点头 露出了一丝笑容 笑个屁啊 一群天龙大陆逃难的废物 真是不自量力 居然也来神皇学院凑热闹 就在机明空心情好了一点的时候 忽然间 耳边却传来了这样一句话 这让他脸上浮现了浓浓的杀意 说话的 正是那个脚踏凤尾精雕的少年 你敢再说一句看看 机明空的性格 其实比林霄更加极端 因为他本就是在那种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 以前如果有人敢顶嘴 他都敢杀之后快的 现在跟林霄在一起 有些收敛了 可毕竟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要想完全转变过来 还真是不容易的 此时的他 真有一种想要杀了那个少年的冲动 机明空 他说句话 咱们也不会少一根头发 只要不动手就别管 全当是狗在乱叫了 林霄轻轻在他肩膀上拍了拍到 倒也是 杀条狗 还怕脏了我的剑 机明空深吸了一口气 他明白林霄的深意 毕竟这里是神皇学院的大门口 他们还想加入神皇学院 嗯 能忍一忍 就暂时忍一忍吧 等到进入学院之后 再好好收拾这帮东西 也不迟 林霄的话 让那少年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凤茗玉却是愣了一下 显然是认出了林霄 毛子里甚至有几分恐惧 看向那少年说道 冷禅 报名要紧 跟他们废什么话 那被称为冷禅的少年 冷冷看了机明空和林霄一眼 咬牙切齿地说道 今日若非是神皇学院报道的日子 你们两个都不要活了 说完这话 他才发现 林霄和机明空等人 早就走到了另外一边 根本就没有听他的这番话 气死我了 我说凤茗玉 你是怎么了 平日里见到这些天龙大陆过来的废物 都要虐待一番的 今天怎么变得如此淡定 冷禅看向凤茗玉问道 虽然我是凤族之中的皇族 但也不想在神皇学院外面闹事 你大概是知道的吧 神皇学院的院长 同时也是神皇帝国的国师 谁敢得罪他 凤茗玉找了个借口 搪塞过去了 他之所以不敢再去招惹灵霄 其实有两个原因 其一 他体内的灵魂印记 竟然连族中高手都无法驱除 这是关键 他很担心自己一旦惹毛了对方 会惨死当场 第二 储君凤颖山那边递过话来了 让他们不要招惹灵霄 具体原因没有说 但听语气非常严重 他虽然是皇族 但父亲不过就是个没有大权的王爷而已 惹毛了任何一个储君 那都会非常麻烦的 倒也是 走吧 去报名吧 被这几个废物搞坏了心情 实在是不痛快 冷禅被凤鸣玉的理由说服了 无奈耸了耸肩 跟着凤鸣玉一起去石桌前报道 那石桌旁边 有一个类似于圣巢五道记测试主的东西 这个是神皇学院测试潜力用的潜力主 测试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一拳打上去 学院的老师会根据成绩减去你的修为来判断你的潜力 如果呈现出正数 那么说明你实际的潜力比现有实力要大 高出一个数基本上就属于小天才 有资格进入神皇学院了 如果是想等的或者呈现出附数 那么对不起 你不够资格 当然了 有推荐信或者介绍信的 只要不是附数就算合格了 凤鸣玉测试后 结果是潜力达到了两个数级 也就是测试实力比应有实力高出两个数级 绝对合格 即便是没有推荐信都行 更何况他还是有推荐信的 冷禅测试之后 潜力与凤鸣玉相当 也顺利进入神皇学院 该你们了 负责测试的老师看向了灵霄一行人说道 这个时候 冷禅也发现了他们 天龙大陆上的废物 怎么有资格进入我们神皇学院 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 冷禅的声音中 透着不屑与嘲讽 这分明就是典型的挑衅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878章 大师所望 他说的没错 神皇学院曾经招收过天龙大陆的舞者 但是最近改变规矩了 天龙大陆的人一律不得入内 神皇学院老师淡默地说道 没有特例 灵霄皱了皱眉 他可是听说魔无伤 琴碧穴 白千娇 红礼等人都在神皇学院呢 废话真多 就算是有特例 那也不是你们几个 还不赶紧滚蛋 那老师还没说话 冷禅又骂了起来 灵霄心中就纳闷了 自己也没得罪这个白痴啊 难道仅仅因为是贵族 就可以肆意践踏别人的尊严了吗 哈哈 说得好 天龙大陆的废物 要想进入神皇学院 除非有推荐信 或者介绍信才可以 你们几个蠢货什么都没有 就敢来凑这份热闹 是脑子错乱了吧 这时 从校园之内走出来一个人 竟然是昔日天王门的核心弟子道无名 曾经的道无名 见了灵霄和鸡明空 恐怕连话都不敢大声说一句 如今加入了神皇学院 真得是野鸡变凤凰 一下子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灵霄看向了道无名 表情中透着几分戏谑与嘲讽 哼 在天龙大陆 你是一条狗 到了神皇大陆 怎么又做起了别人的狗 也难怪了 跟这种仗着人师的狗混在一起 还真称得上是狼狈为奸 蛇鼠一窝啊 有趣 讽刺的话从灵霄的口中传出 让道无名和冷禅 都是陡然一僵 尤其是冷禅 他还真没想到 这逃难过来的丧家之犬 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嘴 还敢骂他是狗 这胆子 可真是够大的 他回头看了凤明玉一眼 发现凤明玉并没有说话 心中有些奇怪 要是放到平时 凤明玉的飞刀 都该炸在这人的脑门上了 冷兄 他骂你是狗呢 道无名趁着这个机会挑拨起来 冷禅此人本就高傲 虽然他明白 这是道无名在挑拨 不过他还真是不爽 被一个天龙大陆的废物骂 要是还不敢还口 那以后只怕没脸再在皇城混了 臭小子 你骂谁是狗呢 冷禅说话间 冰冷的气息释放出来 看起来一言不合 都要动手 我骂谁 谁心里头清楚 就你这点钱力 放到天龙大陆 连十二宗都没资格进入 我以为神皇学院有多厉害呢 原来就是一个藏屋内构的地方 不敬也罢 灵霄本不愿意跟这冷禅计较 那是因为 不想给神皇学院留下坏印象 可此时很显然 没有推荐性的他 已经断绝了进入神皇学院的机会了 那他还有什么必要隐忍 更何况这冷禅一而再再而三地骂他是废物 一次两次 他可以当作没听到 然而骂了这么多次 他真得是不还口都不行了 哼 居然还提十二宗 那老皇帝 别忘了 你们十二宗 早就被伟大的真魔帝国给灭掉了 今日若非神皇学院招生的大好日子 我道 无名都要替学院出手 废了你 道无名仗着自己是神皇学院的学子 早就忘记了灵霄的可怕 更不把鸡明空放在眼里 所以 这话说的 还真是够嚣张的 都说完了 说完了的话 不是神皇学院的 可以滚了 十桌后的神皇学院老师 早就不耐烦了 这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不过很明显是针对灵霄等人的 而后 他又看向冷禅和道无名说道 你们两个也真是的 野地里跑来几只觅食的狗 你们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 可是老师 您刚刚也听到了 有些人不光是针对我们啊 甚至连神皇学院都一起骂了 冷禅拱手说道 你小子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有人敢在神皇学院门前道士 所有神皇学院弟子都有权利 也有资格让他们滚蛋 神皇学院老师的这番话 等于已经把自己的态度 说得很明白了 言下之意 无非就是告诉冷禅和道无名 就算在这里动手 也是替学院除害 不算违背规矩 听到这番话 林霄不由叹了口气道 早知道神皇学院是如此德行 真不如直接去清虚学院了 老师尚且如此 弟子可见一般了 咱们走 她是真失望啊 来到神皇大陆 就是为了深造 她很希望 神皇学院跟清虚学院是 真正的令人幸福的学院 然而 先是清虚学院除凤班的 凤燕燃 帮亲不帮礼 然后又在神皇学院门前 遇到这种事情 也难怪她会失望了 走 骂了我们神皇学院 居然还想走 真当我这个神皇学院的弟子 不存在吗 冷禅得到了那老师的许可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顾忌 在她看来 区区几个天龙大陆来的废物 她一个人就能轻松料理了 这样不仅可以解除她心头之恨 更能声名雀气 虽然是虚名 可人们就喜欢这虚名 不知不觉间 神皇学院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衣着华丽的舞者 这些人不是跟皇家有关系 就是天才妖念 看到有人居然敢在神皇学院招生的日子里闹事 不由都兴奋起来了 平常可没这样的热闹看 毕竟大多数人在神皇学院门前 还是不敢这么做的 真是可笑 区区清须学院 也能与我们皇家的神皇学院相比 那小子不仅蠢 更是嘴贱 冷馋 狠狠抽这家伙挤耳光 让他记住这里是什么地方 人群之中 一个相貌堂堂的少年大声说道 不用问 这也也是神皇学院的弟子 而且还是个贵族 在这些贵族看来 神皇学院就不应该在百年前开启特例 让那些平民进入学院 皇家学院就该有皇家学院的样子 不能跟清须学院那样搞不清楚状况 白痴 神皇学院若不是百年前开启了平民也可入内的特例 早就被清须学院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就凭你们这些高傲自大的家伙 不给家族丢人也就罢了 竟然还妄图改变大事 这针锋相对的声音 不是来自别人 正是来自于凤燕燃之口 他从凤影山那里离开之后 就一直在寻找灵霄的下落 听说灵霄来神皇学院了 还有些着急呢 来到这里 才松了口气 神皇学院因为灵霄是天龙大陆的舞者 而且没有推荐性 就拒绝招收 甚至连测试的机会都不给 这恰恰是清须学院的契机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879章 卑贱人类 凤燕燃 亏你还是皇家之人 怎么对一个下等人如此维护 凤明博 你也别忘了 昔日神皇帝君创建神皇帝国 就曾得到无数平民的支持 数万年前 咱们凤凤一族 同样也是平民 跟他们没有任何区别 难道是帝君做久了 就忘了曾经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的誓言了吗 凤燕燃与那凤明博针锋相对 嘴上功夫有什么用 我也不与你废话 那几个废物跟你一样能说 可是 你敢让他们跟冷禅比拼一场吗 火凤族姓氏为凤 兵凤族姓氏为凤明 前者一直都没有忘记神皇帝君的教会 尽量选择与平民和平相处 虽然要做到完全平等那不可能 但最起码 他们是把平民当人看的 后则则不然 他们向来认为只有拥有神皇血脉的兵凤族 火凤族 鸣凤族 大鹏族 雷鹰族 朱雀族 孔雀族这几大族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他们才有资格享受神皇帝国的一切权利 而其余族群 都是平民和贱民 更不要说外来的天龙大陆人类了 正因为这明显对立的立场 导致这两族一直都不怎么和谐 虽然火凤族得到平民支持多 但兵凤族却得到贵族支持多 因此 两族在帝君任职的次数上竟然相差不多 数万年来 兵凤族比火凤族多了三次 可见贵族的势力还是要更大一些的 在凤鸣博看来 冷禅虽然并非正统贵族 但也是近些年不断崛起的金雕族的人 勉强算是新贵族 实力不用说了 突破七天脉五者 比凤鸣玉还要更强一些 而且极为接近天人进修为 至于那几个人类 尤其是那个说话很嚣张的少年 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在修为上根本不可能达到冷禅的程度 一对一的情况下 冷禅根本不可能会输 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这样不好吧 冷禅毕竟是神皇学院的弟子 距离近生天人禁止差分毫 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凤鸣玉忍不住开口了 她当然知道凌霄的厉害 这话说出来 其实是不想让冷禅去丢脸 只可惜她太幼稚了 根本就不知道 这样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不要脸人 会在乎是不是欺负人 笑话 凤鸣玉 你怎么现在 也变得悲天闽人起来了 听说你被人废了武功 不会就是这几个人吧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凤鸣博冷笑道 你的秀为不行 输给他们也是正常 只是丢了我们冰凤族的脸 最好闭上那张嘴巴 不然就算你是我妹妹 我也抽你 我只是不想让冷禅吃亏 凤鸣玉心中一急 就说出了实话 小月儿妹妹 你无需害怕 我知道你受了惊 才会对他们忌惮三分 不过既然真得是他们伤了你 今天我还就得废了他们 冷禅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仿佛觉得自己 即将在凤鸣玉面前大展神威 到了那个时候 凤鸣玉一定会对他头怀送抱的 冷禅 你记住了 要废得彻底一点 连五脉一起毁了 别给那小子留下任何机会 好让这些人类记住了 这里是神皇大陆 不是天龙大陆 记住咱们才是神皇大陆的主人 凤鸣博的话 更加阴狠 远远看了那凤鸣博一眼 算是记住了这个人的长相了 口口声声贵族贵族 在数万年前 不过是一群跟随人王的杂毛鸡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冷禅冲着凤鸣博笑道 博少爷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丢咱们神皇大陆的脸的 那就好 一切看你了 凤鸣博根本没把凤鸣玉的话当回事 毕竟他这个妹妹 才超凡近八重修为而已 距离突破七 天脉舞者相差太远了 能废了他这个妹妹 没什么稀奇的 超凡近九重舞者 或者任何一个半部天尊都做得到 但是这样的修为 在冷禅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感觉自己代表的是整个神皇大陆 冷禅觉得心中有些兴奋 而且膨胀的厉害 他不懈地看向了凌鸣 鼻孔几乎都朝向天上了 冷冷说道 卑贱的人类 给你一个机会 跪在地上 自己废掉自己的修为 然后说三生我是人类贱货 本少爷便放过你 凌鸣皱咒了皱眉 怎么这神皇大陆的贵族 都喜欢让别人跪在地上自费修为 而且这个冷禅似乎更狠了 不仅要让他自费修为 还要喊出那屈辱性的话 听到这番言论 凤鸣玉无奈苦笑了起来 他根本不用想 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甚至有些同情地 看了冷禅一眼 别担心小玉儿 我会下手轻点的 然后把这伙人交给你去除脸 冷禅却误以为 这是凤鸣玉在关心他 顿时心花怒放 这家伙脑残吗 凌鸣问一旁的鸡鸣空道 看起来像脑残 听到这话 人群中传出一阵轰然大笑 冷禅 人家说你是脑残哦 看起来你的威风 好像没那么大嘛 可别在心上人面前丢脸啊 就是 尤其输给几个悲剑的人类 那可就惨了 赶紧动手 别废话了 再废话 我都当你是脑残了 一声声或者是调侃 或者这挑拨的声音 传入冷禅的耳朵里 让冷禅很不舒服 他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只被人戏耍的猴子 简直丢脸得很 他的怒火 蹭得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一张脸红的 好像曾经声名鹊起的人类 武圣官帝 剑谜 你听好了 今天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本来 只想废掉你一人 但现在 他们几个 我都要废掉 人群中的凤燕燃苦笑了一声 当初凤茗玉也是这么威胁灵霄的 结果如何 可想而知 灵霄的脸上 笑容终于失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杀意 他来神皇大陆之前 谁都不想得罪 因为他只想好好修炼 只想提升了实力之后 击败真魔帝国剩下的几个魔王 甚至击败又可能会重新出现的真魔大帝 可先是凤鸣玉 现在又是冷禅 他突然觉得自己之前韬光养晦的想法 根本就是个错误 人果然还是不能太低调了 不然别人都当你好欺负呢 霸天武魂 第880章 耳光响亮 如果不让别人知道你的强大 别人是根本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之后可能接二连三的 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那真就没完没了了 只有让别人知道你的强大 大部分人才会对你有所忌惮 就算有不知死活的 那也毕竟只是少数 现在 马上 立刻给我道歉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灵霄决定再隐忍一次 他打算再给这个冷禅一次机会 道你娘的屁 冷禅突然间就爆发了 腾空而起 右腿之中灌满了天元栗 仿佛从天而降的一把粗大的巨剑 扎向了灵霄 腿法凌厉可怕 夹杂着狂猛的进风 任谁都看得出来 这一脚踹出去 一般舞者 不死也得重伤不起了 然而 灵霄就那么站着 完全没有躲避的意思 带冷禅的右腿靠近的时候 右手才突然犹如闪电一般伸出 牢牢抓住了冷禅的右脚 咦 冷禅愣了一下 没想到自己这凝聚天元栗的一次攻击 居然被这家伙 轻易就给挡住了 不可能 更强的气息爆发 冷禅的身体 进入了半腰状态 原本的人手 成了锋利的爪子 而后狠狠抓向了灵霄的脖梗 狠辣无比 威力比之前的腿法更强 那个人类完了 虽然逼得冷禅进入半腰状态 可是这一击太过突然 他根本挡不住 凤鸣博冷笑一声 对身旁的人说道 他仿佛为了显示自己的眼力过人 故意说的声音很大 博少爷音量 啪 那些恭维的声音还没有落地 突然一声响亮的耳光就响了起来 人们只看到 冷禅仿佛被扔出去的垃圾一样 飞了十多米 才砸在了石桌之上 然后 冷禅的身体就开始不停地颤抖 脸上露出了惊恐而又愤怒的表情 甚至还有几分绝望 这一幕 让全场都鸦雀无声 冷禅想要废掉那人类小子 却反而被对方给废了 你废了我 冷禅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 没错 我废了你 灵霄淡淡说道 你说 我是天龙大陆来的废物 你说 我是卑贱的人类 我都懒得跟你计较 毕竟你们这些人 平日里自大高傲 怎么会把别人放在眼里 但是你不该对我动手 我并非怕了你 只是懒得跟你这种腐烂的蛀虫计较而已 可是你却不依不饶地 非要来找我的麻烦 你知道自己这叫什么吗 赤教不做就不会死 你想废掉我 那么我就废掉你 灵霄连凤鸣玉都敢废了 区区冷禅 又算得了什么 冷禅的金雕族 不过是刚刚崛起的新贵族而已 哪里比得上凤鸣玉的冰凤族 可是这冷禅真是个白痴 自以为别人不敢动它 自以为有点实力 就可以随意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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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了 到头来 却是落得个被废的下场 你真以为自己 有资格代表神皇大陆啊 你只不过是那个凤鸣博 推出来送死的可怜虫而已 现在滚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否则的话 剑一次打一次 灵霄淡淡看了倒在地上的冷禅一眼 然后冲鸣鸣空等人使了个眼色 转身就走 鸣鸣空没有动 而是看向了道无明说道 你这个叛逆 我迟早会亲手取了 你的向上人头 说完话 他才跟着灵霄 朝广场外走去 给我拦住他 冷禅快要疯了 他居然被人一巴掌 灵霄的去 就连那头凤尾金雕 居然也腾空而起 锋利的爪子 抓向了灵霄的脑袋 这凤尾金雕的实力 相当于突破期天脉舞者 与冷禅相当 不过一般兽类的潜在实力 都是要更强一些的 尤其这凤尾金雕 爪子和会都很锋利 堪比先平宝器 他的战斗力 连一些出入天人境的舞者 都要头疼 做得好鸣 杀了那小子 无知畜生 死不足惜 灵霄冷哼一声 而后将手一扬 一道璀璨的光芒 破空而去 碰 巨大的凤尾金雕 失去了生机 重重摔落在了地面之上 仿佛一只死鸡 刚刚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好像是一道光 那少年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太快了吧 不仅快 而且狠了 居然连凤尾金雕 都能一招杀死 看起来 他真得是对冷禅手下留情了 不然冷禅就不是被废 而是被杀了 没错 这恐怖的少年 究竟什么身份 他叫灵霄 天龙大陆的天选之子 就是真魔帝国重金悬赏的那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道无名大喊了一声 他或许觉得 让这些人知道灵霄的身份 灵霄就永无阿宁之日了 毕竟真魔帝国对灵霄的悬赏 真得是太丰厚了 已经达到了对阴阳禁通缉犯的悬赏金额 足足是一百万上品零食 按照一百比一的兑换率 那可是一亿中品零食 一百亿下品零食啊 对在场的所有舞者 那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都是巨大的诱惑 一时间 很多双不善的目光 都投向了灵霄的身上 充满了贪婪与兴奋 谁想死的话 可以随便出手 我不建议像杀死那只畜生一样 杀了你们 灵霄平静得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 冷冷扫视了众人一眼 然后继续抬脚 朝广场外走去 广场上围着的人群 竟然自动为他让开了一条路 都是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 难道还怕了这区区一个人类吗 你们这些人 真是把神皇大陆的脸 都给丢尽了 凤鸣博看到这个情景 真是气得暴怒不已 刚才是他让冷禅去废掉灵霄的 结果被废掉的却是冷禅 这个事要是传出去 他凤鸣博的脸就丢尽了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脸火辣辣的 虽然没有人抽他 可他依然觉得 心中郁闷到 想要吐血 别人都是废物 那你呢 既然你那么英勇 不妨站出来试试 看看能不能击败那小子 贵族之中 不怕凤鸣博的人 也是有的 被凤鸣博莫名其妙一顿臭骂 他们自然是要还上一句了 本章完